这是当年让诚意红道发辞的电视剧 他本是天地之子 却为情所困甘愿下界受伤 让他带上祭祀需要的黑狗血先行回去 恰巧此时遇上刚上山来的点睛 一字捣乱 玲珑走上前去查看秦王 却被无理取闹的梧桐出 山上楚玲珑正因为小拳击的失踪跟梧桐吵 想要过过招 司宋却结结巴巴的表示没有兴趣 古拳击躲在桃树上睡觉 却被小银蛇讲了轻茂 掉到地上才知道 这小银蛇原来是司宋的灵兽 很大力气灭 导致他现在在司宋手中 掩掩想要拿去找爹爹帮忙救 路追到一片桃林之中 司宋可没有时间管玄机的感受 连忙掏出法宝来破解这桃花阵 还好这桃花阵没有什么攻击力 在司宋的破解下 桃花阵逐渐散去露出阵法的真面目 这竟是覆盖在一处无面上的超级大阵 玄机认出这里是邵阳境地 他的爹爹早就有力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这里 否则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玄机拉着司宋想要离开 司宋看到玄机竟然可以打开阵法 连忙请求玄机放他进去 并发誓绝对不会将这个事情说出去 看着司宋着急的样子 玄机终于答应他的请求 司宋叮嘱玄机 他可以感觉到下面有巨大的威胁 叫他在上面待着千万别下去 可司宋下去后搜索半天 也没有找到醒龙花的影子 背后却出现一头巨大的灵手 竟是在外界早已消失的竹笼 司宋在竹笼的攻击下也只能勉强抵挡 玄机在外面等了半天不见司宋的影 现在又听到下面不断传来的打斗战斗 玄机竟天真的站在中间 请求竹笼不要伤害司宋 可竹笼只是一摆尾便将司宋甩到墙上陷入昏律 玄机连忙救起司宋 看着他满脸鲜血 玄机将他的面具摘了下来查看伤势 在玄机的不断呼喊下 司宋终于醒了过来 可他刚清醒过来就发现一个更恐怖的事情 玄机竟然摘下了他的面具一道伤口 一道鲜血飘了出来 竟有一事般向着远方一片红光飘去 而地上的镜片也发出奇怪的光芒 玄机将镜片剪了起来 恍惚间他好像来到了一处远古战场 还看到一柄散发蓝色光芒网剑 另一边邵阳派大殿中一块石头亮起红光 他们知道这代表着有人闯梦 玄机私奉两人身上突然亮起蓝光 不受控的开始漂浮起来 而玄机更是面向红光方向飘了过去 眼看后面竹龙攻了过来 玄机竟带着丝凤还有小银花一起飞出了秘境 眼看竹龙也飞了出来 还好大师兄浩晨及时赶来 将竹龙打入水中 并再度加固了封印 玄机带丝凤闯入少阳秘境 被他父亲抓到 而丝凤作为黎泽公弟子他们也不好出发 只能将黎泽公副公主找来 警告他们赞花大会虽然是在少阳举办 但也不是所有地方都会对外开放 黎泽公副公主看到丝凤竟然丢了面具 本来就没有好情 当即就将他带了回去对他示意边形 因为丢失面具在黎泽公可是重点 今日处罚也只是小师承介 等回到黎泽公还要经受更可怕的十三界酷刑 不过副公主却偷偷地提点他 若是在公主到来之前能够再入秘境找回面具 他或许可以帮忙求情让他免受惩罚 而另一边玄机因为擅闯秘境 也被惩罚关入名侠洞中禁足三日 可掌门失地却提醒掌门 这禁地结界乃是天界中人所设 就凭玄机怎么可能将其打开 当年祖师曾有预言 只有无情无心之人才可开启琉璃枕 而玄机天生六十残缺 本就是无情无心 而他现在又能开启结界 会不会就是预言中开启琉璃枕之人 掌门听到失地的话也是有些愁躁 琉璃枕中封印的乃是上古魔煞星星魂 一旦释放出来必然为火苍生 他们少阳派立派之初便是守护禁定 不可让人开启琉璃枕 一边是守护秘境的重任 一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掌门一时也是难以抉择 只好下令将玄机暂时关押 冥霞洞不得是否 丝奉为了能够再入秘境 偷偷来到小杨峰想找玄机帮忙 可他在半路却看到 玲珑与钟敏妍也来到此处 偷听之下这才知道 玄机因为他的事情被关在冥霞洞 如今只有想办法让他流泪 证明他并不是无情之人 才有可能放他出来 丝奉想起这次簪花大会的任务 就是捉拿一个名为古雕的妖兽 而这妖兽有一个作用 就是可制作落泪箱 能够使文者落泪 司奉偷偷地将这本书 放到玲珑房间 还特地在古雕处留下标记 钟敏妍看到书中记载后 想起这次任务正式捉拿古雕 他跟玲珑商讨半天也是有计划 第二日五大门派齐聚一堂商讨比赛的事情 由各大门派报名并抽签决定 前去捉拿古雕的人选 钟敏妍与玲珑当即报名参赛 不过钟敏妍在写名字时 却偷偷将楚玲珑换成了楚玄机 最后抽签果然抽到了楚玄机的名字 在其他四派面前掌门除雷也不好破坏规矩 只好答应让玄机暂时出来参加任务 不过回头还是得将他再关回去 玄机与诸位师兄一同下山捉腰 可是他的实力太弱了 泡城师兄就送了他一个小玩具来保密 此物名为盾雷陶江 只需按照意念心中所想便可顺意过去 玄机拿到后非常开心 当即修炼起来 可因为他没有一点宣法基础 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 可他没有放弃 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顺移了一小段距离 有些兴奋的玄机直接顺移到了房顶 可不想突然脚下一滑 情急之下竟直接顺移到了斯凤房间 失去六十的玄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尴尬 直接在水桶中向斯凤解释他可不是故意的 只是不小心顺移进来 可斯凤哪见过这场面 连忙叫玄机赶紧出去 玄机却不紧不慢表示等他找到钝围淘江就走 眼看自己坤坤不保 斯凤直接施法将玄机请了出去 第二日众人一同出发前往山上捉腰 玄机几人为了能捉到骨雕制作类箱 选择与大部队脱离 斯凤部下吸引骨雕的法阵 很快一只巨大的骨雕就朝他们拖了过来 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只骨雕竟然格外的强大 远不是他们可以对付 四人连忙跑路一直跑到一处山洞 这才暂时避开骨雕的追杀 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 玲珑就又发现在这水池中居然还有一个妖物 不过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就在几人商量怎么对付眼前的妖物时 骨雕却是追了上来 在他极具攻击性的力掌下 洞口很快就坚持不住 斯凤三人上前阻截却被骨雕一击打溃 眼看斯凤被骨雕压制的无法动弹 水中骄人竟选择帮助他们将骨雕冰封 然而三人最后的合力一击 却还是被骨雕轻易挣脱 并将他们全都踩在脚下 玄机看着他们一个个陷入昏迷 不由的开始变得愤怒起来 双眼也再度呈现蓝色 随着破碎镜片的掉落 玄机腾空而起 看着还在向他挑衅的骨雕 是红死 随后玄机手中掐举 只是一击便将骨雕打得魂飞魄散 点击几人将娇人就下放归大海 娇人为了感激他们的帮助 特地留下娇人类作为限 娇人类有着与骨雕角相同的作用 有了这个东西玄机就可以留下眼泪 也就不用再被关到明霞洞 同时娇人还告诉玄机 玄机万劫八荒镜的碎片 到时候他自然就会知道他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就是楚玄机 虽然娇人的话说的莫名其妙 但只要激起碎片就可找回六十 玄机还是很开心的 抓捕骨雕的事情结束 斯凤与玄机一同回到少阳派 有了娇人类玄机在爹爹面前 狠狠的嗅了一把眼泪 他终于不用再回到明霞洞了 为了报答斯凤的帮助 玄机也决定在冒险进入禁地 帮助斯凤拿回面具 可因为之前禁地的异动 炮陈师兄跟师伯已经再次加强了结界 只要碰触结界必然会让人发现 不过这可难不倒玄机 因为现在他有了盾雷陶江 玄机突然靠近斯凤的亲密举动 瞬间让斯凤内心开始小路乱撞 可因为玄机六十残缺 他根本不觉得这举动有什么故 两人来到湖底找了淡天 终于在竹龙到来之前拿到面具逃了出去 可回到地面他们却才发现 面具早就在上次与竹龙的战斗中碎为两半 离泽宫的面具一旦破损就无法再回到人亡 斯凤决定去找师父请罪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师父吗 长老斥责斯凤既然丢了面具 还不赶紧回去领罚 斯凤立刻跪地向师父请罪 可师父却不等斯凤解释 直接就是一个大逼动 玄机看到斯凤被打挺身站到他的面前 玄机为了维护斯凤 直接正面顶撞离泽宫公主 昊晨看到这一幕 告诉玄机这是离泽宫的家事 让他不要去管 可玄机认为斯凤是自己的好朋友 他的事情他就要管 现在他被人冤枉就是不行 公主听到玄机竟说是斯凤的好友 就开始质问斯凤这才几天不见 怎么就结交新朋友了 看到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 炮尘赶紧出来圆场 称各大派掌门都以齐聚绍扬 现在就等公主一人了 听到这个公主也只好暂时作罢 临走之时还嘲讽一声 深情厚义 此次前往陆台山捉妖 除了古雕之外 他们发现还有不少其他妖物 妖族早在千年前被天界打得几乎灭局 已经很长时间未曾见过强大的妖物 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多以示反常 如今他们五派又同时收到匿名信 称天虚堂掌控妖族意图夺取五大派手中的林池 除掌门提醒各派 这消息恐怕并非空穴来风 可听到林池这两个字 各派掌门脸上却露出不同的表情 其他各派纷纷附和 称这个事情也不一定是真的 除掌门还是先管好现在的脏花打会吧 说吧各派便急忙离去 显然他们不愿意把林池的事情拿出来共享 除掌门看他们的样子也很无奈 现如今各派都将林池视为正派之宝 早就忘记了千年前定下的守望相助的事业 现在他也只希望这是假消息 否则等到妖族卷土重来 就凭他们一盘散沙的状态 如何能够保护林池的安全 斯凤因为白天顶撞师父的举动 各地来找师父请罪 师父虽然对斯凤今天说的话很生气 但心里其实还是很爱惜这个徒弟的 他提醒斯凤以他的罪责 回到黎泽宫必要受13届酷刑的惩罚 就算是他也保不住斯凤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拿下脏花大户的第一名 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替斯凤求情免于责罚 很快就到了脏花大户的日子 除雷掌门向各位参赛弟子说明比赛规则后 就召出命剑宣布比赛开始 而第一场就是由斯凤面对福玉岛的图然师兄 福玉岛岛主信心满满的对夫人表示这场他们一定赢 因为图然早在十年前便是脏花大户最有可能夺冠之 只是因为他要闭关修炼奔雷剑法的最高奥运 并没有参加上一次的比赛 如今功法大成的图然更是勇猛无敌 可惜的是 这次他面对的乃是黎泽宫数百年来最为出色的弟子 面对图然的迅猛攻势斯凤显的游刃友 随后只是一掌便将其轻松击破 接下来便是六师兄终里面对阵点筋骨勿火 因为之前巫统屡次侮辱邵阳派与玄机堂 小六子也是拿出了全部实力与巫统斗的人来友 因为师傅对巫统的逼迫 但他不得不拿出全部实力 可终里面也不是吃素的 就算巫统使用了暗器也无法对他产生威胁 再加上台下玲珑对他的羞恶 恼羞成怒的巫统竟然开始使用竞术 小六子连忙躲遇 却不料失控的竞术竟直攻向玄机二人 还好斯凤就在旁边 这才将玄机救了下来 因为竞术过于强大且无法控制 各派掌门商讨过后决定后续比赛否有人都不可再用竞术 接下来是由巫统对阵与司凤 可巫统哪里是司凤的对手 司凤一招飞剑变幻之术便将巫统打倒在地 为了不被逐出门派巫统竟无视规则再次动弄竞术 却被处掌门发现一击打散 因为巫统犯罪在先 点睛鼓鼓主为了颜面不得不宣布此次比赛他们认输 可巫统却赖在台上恳请再给他一次敬 你说尊严两个字怎么写呀 巫统恼羞成怒玄机为了保护灵龙 竟直接挡在灵龙身前被巫统一箭刺入水 司凤看玄机掉入水中连忙跟着跳了下去 将满是鲜血的玄机救了上来 浩晨这个老六打得一手好算盘 玄机身上伤势刚好 就要骗他到旭阳风一起修行 假装说是他师父想要收玄机为徒 但其实是他请求他师父才同意 玄机为了不再拖累大家 于是欣然同意前往旭阳风学习法术 并且美其名曰为了让玄机专心学习 浩晨还没收了他的所有东西 包括司凤临走之前留下的传音领导 另一边司凤回到黎泽宫 因为他为了救助玄机而放弃了继续参加赃花大会 这让长老们对他很是失望 再加上在少阳丢失面具的事情 长老们一致认为应该让司凤进入十三界炼狱 但公主可是非常清楚那十三界是什么地位 数百年来凡是进入其中的 还没有人能够凭自身实力全身而退 他提出司凤多年以来也为黎泽宫立下不少公务 就算公过相敌也不至于让他到十三界受罚 但副公主显然想要置司凤与死地 当即提醒公主司凤对那少阳掌门之女的感情 可不只是朋友那么简单 司凤这个憨憨就连边瞎话都不会 这可把公主给气坏了 就算公主有心保他 如今也是没有办法 看到公主还是有些犹豫 副公主当即掏出前任掌门留下的非语令 提醒公主当他做事有事偏颇的时候 他可是有权力代替刑者 说霸直接下令剥夺与司凤掌门手 并将其打入十三界炼狱塔 司凤在炼狱塔中经过一年时间也才堪堪闯过第一层 而接下来还有十二层 但司凤并不会放弃因为他跟玄机还有一个约定 等司凤历经艰险来到最后一层 却发现手关的竟是自己 纵然他拼尽全力 也无法对另一个他造成一丝威胁 分身放出大招照出满天的兵铃将司凤打倒在地 传音铃铛也一并掉了出来 司凤看到传音铃铛响起他跟玄机的约定 他绝不能就此倒下 全力爆发的司凤终于将分身打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十三界根本就没有什么触碰 师父告诉司凤想要离开这里就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戴上面前的情人咒面具 此面具一旦戴上就必须断情绝爱 否则每被情伤一次便会痛苦万分 三次过后便会丢掉性命 但司凤可不想做一个断情绝爱之人 他也不懂这黎泽公为何一定要让人断情绝爱 他拒绝戴上情人咒面具 并相信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怎出阵 另一边玄机正在寻找五行咒的修炼之法 却意外看到关于万劫八荒镜的描述 可还不等他看清楚 浩尘师兄便走了进来 并将书籍直接粉毁 他告诉玄机万劫八荒镜乃是一面魔戒 他并不能帮助玄机找回六十 相反会让玄机丧失心智陷入魔道 这跟叫人说的完全相反 一时让玄机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 司凤已经在炼狱塔中摸索了三百多天 可还是没有找到出口 他曾多次尝试想要联系玄机 可却没有一丝回忆 现在他已经是真正的游进灯 再也坚持不下去 然而就在他躺下去的时候 铃铛却想起 是玄机趁浩尘师兄不再偷偷拿到了铃铛 不过刚一开口师兄便赶过来 玄机只好立刻放下铃铛 并向浩尘师兄解释说 他太想姐姐跟六师兄了 他可是很喜欢六师兄了 玄机时隔四年再次见到司凤 可司凤却好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对玄机几人挨搭不离 身边也还多出一个小弥媚 玄机再次见到司凤心里 有好多话是对他说 可司凤却理都不理 转身就要自开 只因为他现在已经带上了 情人众面纸 在十三次恋狱塔中 他清楚地听到玄机说 他喜欢的十六师兄 现在他只想赶紧远离玄机 以逃避自己的内心 可是玄机的突然晕距 却让他又心软下来 答应帮忙照顾玄机 司凤帮助玄机解了 取如鸟之足的变形 玄机赶紧拉住司凤 他不理解司凤 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只是以为他四年 都没有联系过司凤 这才让他生气 他向司凤解释 是昊成师兄 为了让他专心修炼 没收了禅音音 所以他才四年 没有联系过司凤 司凤掏出一块 万劫八荒镜的碎片 交给玄机 他曾答应过 会帮玄机寻找万劫八荒镜 或许这是最后一次 但玄机却没有去接这块碎片 因为昊成师兄 告诉他寻找万劫八荒镜的碎皮 只会让他陷入魔法 司凤为了这块碎片 不惜深入骨水和骨 经历万蛇是心之苦 这才找到 现在玄机的拒绝 更让他感觉自己就像个人 司凤转身离开房间 想要离开这里 却不料天空 突然出现大量的渠乳鸟 对着他们发动攻击 铺天带地的渠乳鸟逼迫之下 众人也只能选择合作对比 司凤猜测一定是有人 在背后操纵这些妖兽 不然屈辱鸟不会这么厉害 说吧 当即发动黎泽公 立法探寻背后真相 果然发现背后操纵之人 司凤以灵魂之力将此人重伤 但他的本体也同样受到伤害 找到了操纵之人的具体位置 他们立刻出发追了过去 只留下司凤一人原地休息 却不料一只屈辱鸟 突然攻了过来 还好玄机又赶了回来将其打跑 原来是玄机不放心 留下司凤一人 各地赶回来照顾司凤 另一边玲珑几人 也找到背后操纵之人的藏身之处 不过这人虽然身受重伤 却也不是他们能对付 很快几人就被奥英捉住 玄机收到六师兄的传音词 知道他们有了威胁 严盲跟司凤赶不过去 可是因为之前司凤施展秘法 现在他的功力也不过恢复三成 司凤只是跟奥英交手数招 便被奥英打倒在地 一心想要救人的玄机也同样被困住 眼看司凤要被活活勒死 玄机顿时两眼变成蓝色 再次开挂上了大号 化身战神的玄机只是一招便轻松击杀了奥英 不过玄机在击杀奥英后却又转向司凤 好在司凤在危急时刻轻声呼唤玄机 这才让玄机清醒过来 随后又陷入婚礼 事情结束后 司凤几人打扫战场 发现被击杀的奥英居然留下一条奥英精 这可是炼制捆先生的上号 玄机误碰奥英精 使他与司凤被捆到了一起 看到他们两人走得那么近 这可把小英发给气坏了 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将两人分开 奈何奥英精实在太过结实 就算他拿刀去砍也解不开 而另一边的玄机却表现得很开心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继续跟司凤待在一起 若欲提出此地离轩辕派不远 可以等明日去轩辕找门中长老看看能不能起来 没有办法 司凤也只好答应您误会 可怜的玄机居然被司凤安排在了门外睡觉 睡着的玄机不小心掉进门内 司凤也只好将他安排到房间里 玄机躺在床上将近日发生的事情汇报给浩晨师兄 可不注意下将奥英精拉到了往火上跑 吃痛的奥英精急副缩 将两人拉到了一起 玄机这才注意到司凤身上的伤势 他也不管不顾静止拉开司凤的衣服 只要给他摇伤 这举动可把司凤吓唤 连忙将玄机推开 可是玄机又向司凤表示他饿了 没办法司凤只好又给他点了一桌饭 可因为玄机被绑住了右手没法拿筷子 司凤也只好拿起筷子给玄机夹材 终于等到了第二日 司凤刚要动身前往轩辕派 竟发现玄龙与钟女年消失不见了 他们连忙寻找 直到来到一处树林处才发现了钟女年的剑留下的痕迹 说明他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随着他们继续生命 小银花与弱玉镜开始渐渐的陷入幻境 不一会就连司凤也开始出现幻境 但玄机可能是六十残缺的人 居然一点事情有没有 他连忙将司凤带到一旁 他想起司凤身上还有一些壁铁带 便连忙翻找起 可不料司凤身上竟有这么多瓶瓶罐罐 玄机随便拿出一粒味道 司凤责 不一会司凤便在玄机的照料下行惯 可令司凤傻眼的是 玄机刚才给他吃的可不是什么壁铺的 而是土针丸 玄机好奇土针丸是不是真的会让人说什么 于是便问司凤之前说的不想再见 他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不是 司凤玄机几人追寻害人的妖灵 却发现这个妖灵居然是 司凤好友柳一欢的女儿 而玉儿也是受到了他人的控制 所以才会出来害人 毕竟他女儿也只是受人邪惑 可还不等他说完 玉儿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 显然是那操控之人将玉儿招了过去 玄机凭借过人的寻妖能力连忙带人追了上去 司凤一掌将妖人打退 可却发现这人竟然是轩辕派的灵屍长老 可不管他们问什么 灵屍长老也只是呆呆地看着还在燃烧的炉 嘴里不停念叨没有了没有 司凤清楚灵屍长老已然陷入妖掌 便打算不再寻觅 直接将他带去轩辕交给住室长人 可还不等他有所情人 玄机便又察觉到一股极其强大的妖气向这边打 一道紫色身影从天而降 直接将临时包裹起来带走 司凤几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便又挨了一记炸牌 等司凤几人清醒过来后 早已没得那妖物任何踪迹 没办法司凤他们也只好先回客栈再多打算 晚上小樱花找到司凤 他希望司凤可以立刻远了玄机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情人咒死 这可是关乎司凤生命的事情 现在他可以陪在玄机的身边已经非常开心 就算情人咒发作他也不在乎 小樱花不理解司凤的决定 那楚玄机根本就不懂什么事情 司凤这样留在他的身边 早晚会因为情人咒发作而死 原来柳一欢自从拿到天眼或六十也变得异常强大 他在黎泽宫偷听到公主曾经跟副公主说过 情人咒也并不是真的无几 只要两人是真心相爱 那他的另一半就可以为他摘下这个面子 并且面具变为笑脸 情人咒自然减 反之就是面具变为哭脸 他也不因为情人咒发作而亡 柳一欢作为最帅气洒脱的情场高手 他向司凤保证就算处玄机六十未开 他也有办法让玄机爱上司凤 等到了第二天 柳一欢早早地变点了一大桌菜 他不断地暗示让司凤给玄机加菜 可司凤平时看起来聪明可关键时刻却开始掉链了 没办法柳一欢只好代替司凤给玄机加菜 小六子看既然所有人都在场 也决定在此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所有人都以为他爱的是玄机 其实在他心里他只喜欢玄龙夜 玄龙听到这里很生气 玄机那么喜欢他 他怎么可以让玄机失望 玄机赶紧站起来拉住玄龙向他解释 原来他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醒 经过昨晚柳一欢向他解释 他现在才明白 喜欢竟然也可以分很多主 他说他喜欢六师兄 单纯是因为之前关在名侠凤的时候 六师兄每天都给他送好事的 所以他就每天想着六师兄 他以为那就叫醒 现在他才知道他只是贪吃而已 仔细算的话那饭菜还是少阳厨子做的 他总不能喜欢的是少阳厨子吧 玄机听说在高市山上 有一块万劫八荒镜的碎片 于是便跟私奉几人 一起来到高市山上寻找 可他们虽然发现了山上仙姑的住处 但这里却有非常厉害的静置阻碍 纵然他们众人合力也无法将其打开 没有办法他们也只好先下山再做打算 可却刚巧有人主动找上门来 请求他们的帮助 原来这人早就看出他们修仙者的身份 他告诉玄机 他们山上住的并非什么仙姑 其实是一只妖怪 他曾因为好奇仙姑的容貌特地跑去偷看 结果经发现那仙姑竟是一只狐妖变 狐妖每年都会在镇上降下旨 要求送四名男子上山 镇上的人都以为他们是被仙人选中送去修仙的 所以一直都是特别积极 可他却知道凡是上山的人都没有在下 估计都已经被妖怪吃了 而今年被选中的便是他们四个 他恳请玄机他们救救他 司奉当即决定由他们来替换这次 刚好也可以进洞府去找万劫八荒镜的碎片 不过他们只有三个男的 玄机立马跳出来自断愤怒 这里除了他们三人也就玄机现在法力最高 何况他也不放心让司奉独自冒起 司奉拗不过他也只好答应让玄机跟着 不过这不要让他们上山的方式还真是特别 不仅让他们坐着红色轿子上山 进门之前更是要换上新婚服饰 几人别扭半天最终还是换好了衣服出来 可玄机却有些麻烦了 这一脱衣服不就露现了吗 司奉赶紧挡在玄机身前让玄机在后面换衣服 换好衣服的玄机掀开盖头 顿时把司奉看得一阵心神荡漾 这场景估计司奉已经在心灵梦想千百回了 来到洞府内 侍女们先是端久上来让他们站坐歇息 可司奉很快便察觉这九里有读 当即换出命剑跟侍女打斗起来 可他们这才发现 原来这些侍女都是狐妖幻化出来的 狐妖献出真身告诉司奉 她早就看出了他们修仙者的身份 她也是故意让他们进来 作为修行千年的狐妖 她早就历经三十六级 即便天上仙人她也不怕何况他们这些凡人 想必这修仙者的精血应该会更加美味 她将司送几人迷运上前查看 可不想玄机根本不吃这一套出手偷袭狐妖 反应过来的狐妖将玄机打斗 说罢便将玄机踢出门外 慌乱的玄机想要进去却怎么都打不开这道 没有办法玄机只好另寻门路 玄机在狐妖的洞府乱转却意外地走进去 却意外地发现他们之前救过的娇人就在这里 娇人告诉玄机她也是被狐妖抓过来 通过娇人的诉说玄机这才知道这娇人名叫婷妖 乃是天上的一个衣冠 因为一些原因被贬下凡间了 狐妖抓她也是想要知道一些天界曾经发生的往事 婷妖听说司奉他们也被狐妖抓了 便决定帮助玄机救出他们 她告诉玄机他们看到的狐妖其实并非她的本体 她的本体一直躲在别处沉睡 想要救出司奉 那么他们必须找到狐妖的本体作为威胁 这样狐妖才有可能放过司奉他们 玄机在婷妖的帮助下找到了子狐的本体 可子狐身边却还有结界宝 婷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世玄机的法力竟然如此弱小 她劝玄机赶紧离开这里 因为她刚才碰触禁止子狐一定会发现病倒过来 可玄机没有救到司奉又怎么肯就此离开 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 子狐却是已经赶过来 她嘲讽玄机的弱小 并告诉玄机她已经将司奉还有另外两人都一起杀 说吧她还施法让玄机进入幻境 看到司奉被她吸成干湿的裹 愤怒的玄机双眼 还好司奉及时赶了过来 看到司奉平安无视玄机终于清醒过来 低头看到躺在地上瑟瑟发抖地走 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什么 有了刚才玄机的威慑 她这才到处拾起 她把人抓上山来确实是为了吸他们精神 不过为了不伤到他们性命 每个人也只是吸了一点 而她吸人精确修炼功法也只是为了救人才不得已为之 而她要救的人 便是曾经叱咤天界与妖魔界的魔狱 左手无知棋 无知棋已经被天界镇压在焚乳城足足一千年 无知棋便需要将这定海铁锁打断 而打断这铁锁不只需要强大的法 还需要四大派手中的灵池 所以她将廷奴还有轩原派的灵池抓了过来 就是为了打探灵池的下不煞心 为了证明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紫胡还将他们带到了后山 找到了那些被送上山的村民 玄机他们这才相信紫胡真的没有害人 玄机几人从高市山上下来 却被天须堂的妖兽团团围住 他们这才发现领头的竟然是点筋骨企图巫统 巫统被五大派联手追杀走投无路透靠天须堂 现在在见玄机他们势必要报仇血恨 临时长老得知轩原派已经被巫统覆灭 决定以身殉道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升至空中强行激发体内全部灵力 以自爆为代价想要为玄机他们冲开一条生路 可强大的冲击力不仅将妖魔击杀 就连玄机他们也被震得七零八落 玄机与丝凤一同掉下悬崖 等到玄机清醒过来 发现他们已经被冲到一处山洞 玄机发现丝凤脸上流了很多血 他很轻易地便将丝凤的面具摘了下来 然后给他清理伤口 天真的玄机根本不知道摘下面具意味着什么 等到丝凤清醒过来 发现面具已经被玄机摘下 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曾以为这面具可能这辈子都摘不下来 直到柳一欢告诉他摘下面具的方法 他才看到那一次希望 不过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摘下面具 丝凤刚想要跟玄机真情告白 却发现被摘下的面具竟然是个哭脸 他连忙看向自己手臂 果然轻与应急还在 也就意味着情人咒并没有解除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以让玄机摘下面具 但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现在他们要赶紧出去跟玄龙他们会 可他们转了半天却发现这里并没有出口 湖面上还有一个莫名的结界 丝凤发现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先天八卦阵 而那插在地上的棍子应该就是阵眼 丝凤想要破解这阵法 却不料这阵法竟然如此强大 就连天地都产生了一变 而他更是被阵法牢牢吸住动弹不多 玄机眼看丝凤陷入危机 连忙跑到阵法中心伸手就要拔出棍子 可他的举动却让阵法有了更大的反应 丝凤被一股距离击中口吐鲜血倒退出去 玄机看到丝凤受伤不由变得更加愤怒 随即开始变身上了大号 在战神力量的加持下他竟然真的拔出了木棍 随着天地一变 玄机也被这强大的力量束缚住 玄机手握木棍飘至空中 可脑海中却又浮现出一些莫名的记忆 玄机岛岛主准备为夫人过寿城 邀请了五大派掌门共同上岛 玄机与丝凤为了将轩缘灭门的事情 尽快告知四大派 也来到了浮玉岛上 不过却正好撞上了黎泽宫的副公主 副公主看到与丝凤脸上的情人咒面具 竟然摘了下来 也是有些惊讶 不过她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她恭喜与丝凤竟然真的找到了真心相爱之 既然面具已摘 那么从今以后黎泽宫公规便广不到她 不过那情人咒面具却是要归还黎泽宫 丝凤很清楚面具是个哭脸 她身上的情人咒也并没有解 她谎称面具被她不小心弄 既然情人咒没有解 那么与丝凤就必须按照能归回去受复 玄机看到丝凤又要因她而受复 当即站了出来表示面具是她摘 有什么事情至关长大 她听丝凤说过 既然是她摘了面具就得由她来负责 那不管后果是什么她来负责便是 布公主看向那情人咒面具却依旧是个哭脸 看来楚玄机这话也并非是出自真心 玄机这可认 她明明说的是真心话 可这破面具为何还是没有变 玄机当即换出定昆 一剑将这破面具斩为碎片 副公主一眼就认出 玄机手里拿得尽是那早就消失不见的战神梦剑定昂 不然也不可能一剑便将棍轮树皮制作的面具斩碎 面具破碎与丝凤最佳一等 副公主当即就要将丝凤拿下 不过玄机可不答应 副公主看出玄机想要动手的样子 刚好她也想试试那是不是真的定昆神剑 两人当即就动起了手 不过在定昆神剑的威力下 就算是副公主也只能勉强抵抗 昊晨师兄刚刚来到福玉岛 便看到玄机竟然在与黎泽公副公主动手 连忙施展功法将玄机打断 副公主这才逃过一劫 等到了晚上 昊晨竟然趁玄机刚刚睡着来到她的房间 她出手将深藏玄机体内的神剑召唤出来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定昆 当初在天界还是她亲手将定昆送给了战神 没想到如今兜兜转转还是被她找回去 她想要施展法力斩断定昆与玄机的联系 既然无法斩断她与定昆之间的联系 昊晨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定昆再度封印 等到了第二天 副公主竟然主动找到了玄机 想要再跟玄机比试 可定昆神剑已经被昊晨封印了神力 玄机拿着定昆却连副公主一招都接不住 还好司奉及时出现将两人制止 莫非她并不是这件的主人 穆公主拿出情人咒面具碎片交给玄机 并告诉她这昆仑术的树皮还有一个作用 如果她对司奉真的是真心的话 那么她只需要用灵力对这碎片进行交代 那这碎片便会结出心 到时候把她交到司奉手上 若是仍能营养如初 便能证明她对司奉的真心 她也可以免去对司奉的成功 若是交给司奉后心灯破绍 便表示她并不是真心 那无论黎泽公如何处置司奉都跟她没有关系 玄机当即 结果碎片表示她一定会结出心灯 玄机回到房间 立刻开始使用灵力对碎片进行浇灌 就这样过了一天 持续不断的灵力注入 让玄机变得非常虚弱 很快她便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浩晨来到玄机房间 看到虚弱晕倒的玄机暗自一拍 玄机本就无心不懂感情又如何能种出心灯 可令浩晨没有想到的是 花盆中竟然真的慢慢长出了一朵 晶莹剔透的心灯 浩晨非常惊讶 只是短短数月不在玄机身边 没想到竟让她生出了情爱之面 浩晨当即将玄机的心灯打散 然后又拿出一块崩崩树皮中了 只要等玄机起门看不到心灯 此时也就可以就此了解了 可令浩晨没有想到可是 第二天玄机还是手把的心灯走出来 私命看到帝君种下的心灯 居然在玄机手中光芒子 不由地感叹帝君在天界人界 都是修行无情卷 怎么会长出这么大的心灯 玄机来到私奉面前 满心欢喜地将心灯交给私奉 可那本就不是玄机的心灯 又怎么可能不消散了 果然就在心灯交到私奉手上的一瞬间 那心灯立刻化为点点光芒消逝而去 私奉不可置信地看着这影 私奉为了让玄机留下来 与浩晨大打出手 眼看私奉被浩晨打到不醒 小银花立马钻了出来 向浩晨使用别面 浩晨好奇点筋骨弟子怎么可能 便有些怀疑他的身份 于是将他抓了起来 请点筋骨鼓主前来确认 点筋骨鼓主只是听说他的名字 便断定他是假 因为点筋骨却有一个叫陆燕然的女弟子 不过早在前几日他便已经回到了宗盟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刚刚清醒过来的钟银人 看到被浩晨捉住的小银花 当即站出来表示小银花就是 因为他亲眼看到小银花在梧桐洞子出手 杀死千门弟子 因为玲珑的关系 钟银人现在对妖已经恨到精力 他一口咬定小银花便是天虚堂的奸细 哪怕私奉不断地说小银花没有伤人 他也不肯相信 眼看他们要对小银花不利 私奉连忙将小银花收了起来 私奉向他们解释小银花不是妖 只是他的灵兽 可他们却是知道 灵兽想要变坏人形必须稀释人许 就算他是灵兽也一定伤过人 再加上最近妖兽作乱 他们已经丢失了两个零尺 现在说什么也要调查清楚小银花的来源 私奉知道一旦放出小银花一定会受到严刑拷打 他说什么也不可能将小银花交损 就在此时门下弟子前来报告 他们之前在大战中捉住的小银已经死了 众人连忙来到地牢查看 看到地上的尸水 他们断定一定是有人使用尸毒杀死了 而浩晨却是发现私奉袖口上 就沾有跟地上一模一样的尸毒 原来私奉之前确实来过电影 他想要从小银口中知道巫童的相关 因为巫童手上正有一块玄机需要的万劫八荒进去 可还不等他问出答案 小银便被人给灭口 私奉只是说他确实来审问过小银 但却不肯说出他为什么要单独来此 再加上他死活不肯交出他的零售 众人一致认为私奉一定是在隐瞒什么 甚至怀疑他与天虚堂有勾结 既然他不肯交出零售 便将他一起捉了什么便是 可是他毕竟是黎泽宫的弟子 他们找到黎泽宫副公主想问问他的想法 可副公主却表现了一副大意的言论 他也同意对私奉进行审论 四大派因为天虚堂的缘故早已是非公使 现在是宁肯挫伤一千也不放过 眼睛鼓鼓主知道 接下来最有可能被攻击的便是他们的金人 当即掏出他们本门最歹敌的言罗兵对私奉进行审 可无论他们怎么用心私奉 也不肯交出小银花 周明年知道是自己的话才让私奉受苦 他来到地牢劝说私奉 只要交出小银花 他便向长辈们求情放过私奉 他也不想让自己兄弟受难 可私奉却告诉你们 小银花虽是他的连手 可一路走来小银花也曾与他们共犯难 对他来说小银花同样是他的朋友 他是绝对不会让朋友受难的 另一边玄机找到他爹 想要替私奉求情 有很大的血 玄机告诉他爹从最早写给个门派的一名血 到后来的天虚堂定海铁索摸杀心 这所有事情都是私奉告诉四大派 他不明白如果四大派早早听取私奉的能力 也不至于落得现在这般地位 而现在他们也不过是想要找一个无子的人 为他们自己的错误承担后 导主夫人被抓了 可他已经因为地狼的抛弃而封掉 他一口咬定私奉就是天虚堂的妖 更是拿出妖师之毒 想要跟他们同根于尽 还好私奉反应及时将毒液夺了果 可在福玉岛岛主看 确实他想要杀了夫人灭狂 有了夫人的指证 他们更加坚信私奉便是天虚堂的妖物 为了能够从你私奉的身上得到天虚堂的情报 他们商议对他使用更严弱的情报 若欲找到玄机告诉他 私奉将要受那打妖边三遍 三遍过后十遍的话就会立刻嫌弃 就算是人挨上三下不死也得残疾 玄机听到这个立刻决定 现在就去地牢就走私奉 六师兄也没想到他的话竟会害了私奉 当即决定与玄机一起就位 他们三人来到地牢打晕手 玄机终于看到了私奉 可私奉并不想因为他的缘故让玄机也受到牵连 他劝玄机赶紧离开这里 可玄机还是打破静止走进来 他看到私奉身上的伤势 知道私奉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别人都不相信私奉可他不问 他知道私奉派小银花潜入天虚堂一定有他的原因 私奉告诉玄机他让小银花潜入天虚堂 是为了帮助玄机寻找万劫八荒季 这是他与玄机的命运 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玄机的特别之处 就是他身上那股不可控制的力量 若是让外人知道 他们一定会把玄机当成怪物 所以他不能说出去 他不能让玄机成为外人的谈资 玄机将私奉带出地牢想要离开海岛 可之前被损毁的剑网早已修复 他们根本出不去 福玉岛主带着众人赶过来 厨掌门斥责玄机竟然如此感大忘文 不仅劫走私奉现在更是敢拿剑对着他 玄机想要救走私奉 但他也不会对爹爹还有师兄出手 若是非要逼他的话 他也只好以此切 私奉看到玄机的样子 他也不想让玄机为外 私奉告诉玄机 今日他为私奉做的事情他很开心 但他也不会让玄机陷入养残的地 私奉不想连累玄机 便已独自承受三技打腰鞭 可看到打腰鞭的威力好 玄机还是忍不住跑过来 想要为私奉求情 可他的师兄早就对私奉恨之辱 又哪里肯放过他 当即就让师叔将玄机拉了下去 并使用定身咒定住他的身形 浩晨高高跃起轮起打腰鞭 只是一边便将私奉打倒在地口吐鲜血 看到私奉还在顽抗 浩晨便以更大的力度再次挥起打腰鞭 重重地轰在私奉身上 再次将他打倒在地 看到躺在地上不断抽搐的私奉 玄机仿佛心都要碎了 他向浩晨苦苦哀求 希望可以免掉最后一下 可浩晨是绝不愿意放过这个机 玄机回想起私奉在地牢里 跟玄机说过的话 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灭 双眼呈现蓝色 就在浩晨打下最后一边致敬 玄机终于冲开束缚 厨掌门看到玄机竟然敢如此阻拦打腰鞭 不由地怒斥他是不是疯了 这样做可是会没力量 而玄机只是紧紧地握住私奉的手 眼看自己的打腰鞭被震得连扎都不剩 眼睛骨骨主是又惊又怒 他将怒火全部撒到私奉身上 扬言没了打腰鞭他还有严罗丁 这次他定会让私奉痛不欲生 黎泽宫公主却答 谁敢动我的徒儿 黎泽宫公主驾倒 这才保住了私奉性命 敢敢这样对付他的 他可不会给这些人好脸 福玉岛主告诉公主 私奉实在是有与妖为伍的嫌疑 可公主在来之前早就有了万全的准备 他叫手下带人上来 原来这就是那个被小银花杀死的仙龙弟子 不过他只是中了黎泽宫秘术 根本就不会死 帮助私奉洗清了嫌疑 接下来公主便要开始报复了 究竟是谁冤枉了私奉 他肯定不会放过 眼看众人皆是沉默不语 公主便决定以彼之道 还时彼时 他抓起散落地上的严罗钉 便想要对点睛谷主动手 看到这个点睛谷主立马认所 看向福玉岛主 福玉岛主没有办法 只好将夫人带了什么 到底谁是妖啊 大家都是妖 看到这个公主都被气得笑了起来 明显这人已经疯了 可他们却还是轻信这疯子的话 依他看恐怕夫人的嫌疑才是最大的 既然你们碍于岛主的面子不肯省 那便由公主亲自动作 不舟山 我只知道 他们在不舟山 如此轻易的便审问出结果 可他们却一而再地折磨私奉 公主怒骂他们可真是一群酒忙饭蛋 等到了晚上公主找到副公主的房间质问他 玄机私奉几人偷偷跑出福玉岛 想要去不舟山就玲岛 却恰巧遇到同样想去不舟山寻找无知其的子 几人一拍结合决定一同前往 等到了晚上他们停下来准备吃点东西 你要不要尝一尝 不吃不吃 他不吃 子狐看到玄机紧张的样子大魔头 当年他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狐狸 只是贪吃葡萄园里面的葡萄被无知其捉到 可惜的是子狐还没等到无知其爱上他 便被魔狱又使元朗将无知其骗了过去 帮他们攻打天界 结果便是魔煞星被战神杀死魔狱大坂 无知其也被天界关在了坟如城 至今已有千年 他相信等他将无知其救出来 这时候猴子恐怕也只能一身香血才能报答他 等到了第二日他们继续出发寻找不舟山 可子狐却因为离开不舟山太久迷失了方向 现在想要找到不舟山可比登天还难了 子狐想起亭奴既然来自天津 想必他应该知道不舟山的位置 可要如何才能找到亭奴呢 司送提出他们可以先去找柳一欢 凭他的天眼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亭奴 他掏出当初柳一欢留给他的宝贝 想让子狐闻闻味道好去寻找子狐 玄机好奇里面究竟藏了什么想要看来 可司送却突然一反常态死死拦着不让玄机看 天须堂以柳一欢女儿为名 他谎称自己之前已经开过天眼 再开的话怕是要折兽十年 何况那可是天界战神 就算开了恐怕也看不到什么 这样的买卖他可不做 但堂主表示这可有无法 柳先生可以承受植入天眼之痛 想必一般的惩罚对他也没有作用 可是不知道他的女儿受不受得住 眼看自己女儿被玄影铁链紧紧勒住 看着女儿痛苦的表情 柳一欢没有办法也只好妥协 他开启天眼果然看到玄机与战神长的印象一样 他让巫童将柳一欢放回去 想办法将万劫八荒镜送到玄机 巫童独自来到不周商万 堂主看他并没有戴上柳一欢向他要来 可巫童这次倒是硬气了 他想知道堂主到底能做什么事情 为何不肯帮他灭了五大牌 堂主对他的质问非常不满 当即出手想要教训巫童 可却不料竟被巫童一打击 巫童手持飞龙硬与堂主对抗 强大的力量让堂主面具击碎落魄 他的真实面容 竟然是黎泽公复公开 巫童自从知道堂主身上带有天界的承接印记 就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跟黎泽公有关系 因为只有黎泽公的飞龙硬 才可以帮他掩盖印记 让他自由进出不周山 果然他的猜测没有错 让他在堂主房间成功找到了飞龙硬 巫童表示他只是想跟堂主合作 堂主想要拿到四大派手中的灵池 而他想要负灭五大派 他们的利益毫不冲突 只要堂主肯将手下妖兵交给他来管辖 他便愿意继续为堂主卖命 巫童 你是不守人道 也不守妖道 三界之中 你岂能有立足之地 玄机他们找到了柳一欢 可柳一欢早就被天须堂妖心 他故意将玄机他们引到藏有万劫八荒镜的小人 在万劫八荒镜的照耀下 所有人都开始进入自己的幻境 丝凤和玄机一起进入幻境 这次他终于看清楚那道手持并昏身披铠甲 可他转过身来 玄机竟发现他跟自己长得硬一样 镜中的人都称呼他为战神将军 丝凤推测他应该就是千年前的天界战神 他恭喜玄机终于搞清楚那五怪异的力量 原来竟是战神之力并不是什么邪恶的力量 可玄机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战神的情绪 他似乎并不开心 就好像心里藏了很多事情 随着镜中画面的转动 丝凤这才明白 这镜中展现的竟是千年前战神猎杀魔杀星打败妖族的场景 可不知为何画面并不连贯 就好像有人刻意抹去很多关键的信息 战神将军胜利归来却好像换了个人 他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竟开始对着天界众人大打出声 玄机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此时战神的愤怒 随后战神被天界众人擒 天师傅我要发现剑 此时玄机清晰地感觉到战神心中的愤怒不甘还有委屈 他开始大声呼喊质问天界为何要如此的 为何要将他的记忆引发和丝凤看到玄机的样子 连忙将他抓住提醒他这里只是换剑 可玄机现在心中只有愤怒 他想找到真相 玄机一把将丝凤推开 向着镜中深处走去 丝凤想要追赶 却被另一面镜子拦住 而镜中出现的镜是他自己 看着镜中的画面丝凤这才发现 他竟早就与玄机一同历劫九世 在这九世中他当过卖艺的警示 位高权重的将军 秀为高深的除妖师 还有情深意重的画师 可每一世都与玄机情感纠缠 最终为他而死却都换不来他的一丝联名 此时在镜子外面 众人早就醒了过来 唯独玄机丝缝 还有紫胡仍然身陷幻境 而玄机更是浑身被灵力包裹漂浮起来 变成了身披铠甲的战神将军 紫胡终于找到了吴之奇 虽然吴之奇经过一千年的折磨 已经忘记了紫胡的模样 可他仍然随身带着紫胡最爱吃的葡萄 就在紫胡想要仔细看看吴之奇的容貌时 布州山外点燃生辰辣的地方 却出现了一个人 来人竟是天西堂庞主人马 他被巫童夺了飞龙鹰 已经无许在进入布州山 当他看到这前蜡烛的时候 就知道玄机他们已经进入了布州山 他也清楚紫胡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他将紫胡的蜡烛熄灭 不想让紫胡打乱他的劲 同时出手用地煞之气 封住玄机挤人的蜡烛 这样玄机挤人 就会被永远困在布州山再也出过来 可怜紫胡甚至没有来得及 让吴之奇认出他来 便被布州山排斥将他扔了出去 另一边玄机挤人找了半天 却没有发现天虚堂的入口 他们徘徊半天 却突然发现了玄龙的身影 不过这玄龙似乎已经不认得他们 玄机也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妖气 六十兄弟的玄龙胳膊上是有一块胎挤的 连忙抓起他的胳膊查看 果然他的身上并没有任何胎挤 他们这才确信 这人只是一个长得跟玄龙一模一样的妖怪 他们从玄龙口中听得出来 他似乎跟巫童关系很惊 便要挟他将他们带进天虚堂 找到了被关押的月儿 然后命令玄龙将他们带到了巫童存放元神的房间 可这里元神实在太多了 他们也分辨不出到底哪个才是玄龙的元神 只好将他们全部打包带走 可不料巫童早就发现了他们的歌迹 巫童将他们围了起来 告诉他们想要的元神其实就在他的手上 并且他也知道玄机机是靠着生辰了 才可以进入孤舟山 现在他们的实力也就剩下一半斗药 巫童命令手下将他们拿下 六十兄知道他们剩下的时间不可 索性不打了向巫童投降 他希望可以用自己性命换回玲珑的元神 可巫童哪里会轻易放过他 他将绍阳的二十兄带了回来 只要终敏年肯杀掉他的二十兄 他便同意终敏年加入铁须堂 终敏年为了换回玲珑的元神 静止走上前去一刀砍下了二十兄的歌声 咬明了他加入天须堂的决心 巫童看到他们同门相残非常高兴 也就没有过分逼迫 便同意了终敏年的家 玄机他们想要反抗 却发现生辰爱业 可他们却并没有被传入出去 而此时他们三人法力全部消失 变得跟凡人的名义 若玉为了能够活下去 也向巫童表示愿意加入 巫童可是非常落入 他提出只要若玉杀掉 四凤玄机跟任何人 便可以同意他的加入 若玉拿剑转过身来 对着玄机便刺了一剧 四凤为了保护玄机 替他扛下了这一剧 而此时在外面 浩晨终于赶到了不周山 他看到地上的生辰蜡 竟被地霜之陷 知道若不准开 玄机他们是无法出来的 当即开始化指着地霞之气 可这地霞之气 只有天下最厉害的妖族 还可以试着 身为凡人之躯的浩晨 尽管掌握高深的仙 可破解起来也是非常困难 六凤为了保护玄机 被弱于一剑贯穿心脉 愤怒的玄机为了报仇 竟再次唤醒战神之力 强大的力量冲击 配合浩晨的恋火 笼罩蜡烛的地霞之气 终于笑开 玄机丝凤也被浩晨接引出去 可思奉此事已经奄奄于心 玄机恳求浩晨救救思奉 浩晨带着他们找到了仗 在两位师叔的合力之下 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 可若是不能为他修处心脉 思奉终究难逃一劫 玄机想起他所修炼的杨绝功 可以逆转功法 达到起死回生的功效 可师叔却拦住玄机 因为此法太过凶险 若是成功固然能救思奉性命 但却有更大的可能是人救不了 还要将玄机性命搭上 浩晨想要劝阻玄机 因为这是玄机最后一次力竭机 若是再次失败 玄机恐怕再也无法回归天界 浩晨告诉玄机 思奉此来命数天定不可强求 我就是要强求 我一定要救他 浩晨眼看拦不住他 也只好答应玄机让他来救 毕竟他的杨绝功要比玄机强上很多 成功的概率也更大一些 浩晨逆转杨绝功法 为思奉护住心脉 浩晨成功为思奉护住心脉 却发现他的功力 只是全部积蓄在思奉心脉中 根本无法继续深入为他修复床上 若是一直这样下去 思奉能是来逃遇 颖红师叔提出 他看到附近有很多灵力强盛的灵力 若是能够寻得万年灵力 或许能够帮助思奉快速吸收 那积具心脉的力气 可他们寻找半天 也只是找到了千年灵力 可这灵药的药力太低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玄机看着气息日渐微弱的嘶吼 流下了眼泪 内珠滴在他的手腕上散发出口光 玄机这才注意到他的手上 是当初号称师兄送给他的梁圆花 看着梁圆花上散发的强大灵力 玄机当即有助力 他将梁圆花摘下来的门为刺 可思奉根本无法张开吃起 玄机只好亲自为思奉吃了一口 可梁圆花入梯并没有给思奉带来好笑 因为思奉本体是妖儿梁圆花 却是纯正的天界之物 思奉根本无法吸收这庞大的仙灵之气 小银花想要帮思奉解开他身上的封印 可思奉却知道一旦剪开封印 他恐怕也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样他就再也无法面对玄机 可小银花看到思奉痛苦的样子 一步了那么多 当即将他身上的龙巾全下车 没有了龙巾的压制 再加上思奉此时身受重伤 他再也控制不住他那强大的妖力 额头开始浮现金翅鸟的标记 玄机感觉到思奉房间有强大的妖力出现 连忙赶了过来 思奉为了不被玄机发现 也只好拖着重伤的身体逃跑 玄机以为思奉被妖怪如走 连忙招呼众人追赶 浩尘一路追赶终于发现了独自出现的思奉 他有些好奇为何这妖怪 只是将思奉带到此处却什么都没有做 还好柳一欢及时赶来故意散发出妖气 与浩尘交手一番便立刻逃离 这才暂时让浩尘打消了一律 不过等他回去为思奉疗伤 却又产生了疑惑 梁元花乃是天界圣物 按理说思奉吃下梁元花 早就应该伤势痊愈彩点 可这思奉却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 反而伤势变得更加严重 好在柳一欢再次及时出现 并且将停奴请过来 有了停奴这位天界一官 思奉的伤势终于被停奴稳定 不过浩尘却对思奉有了其他猜测 玄机与思奉路过一处山 却发现山上竟然起了大雾 思奉连忙施展幻允服将并火吸引 可这却不巧惹恼了下凡寻找战神的藤水 原来山果正是他下凡没有控制好力度 现在又被思奉浇了一身的水 他当然要好好教训教训这顾长眼的男人 玄机看他有些眼熟 想起来曾在万劫八荒镜中看望过他 思奉也想起来他是天界的神兽腾蛇神居 腾蛇看他们认出自己的身份 本来就骄傲的脸上显得更骄傲 不过该教训还是得教训一下 腾蛇只是随便一击便将思奉打得没了踪影 玄机看到思奉没了踪影 还以为他被腾蛇杀死 当即就唤出定昆想要跟腾蛇拼命 定昆你是战神 腾蛇想跟战神比武 可玄机此刻却只想杀了他为思奉报仇 可怜的腾蛇面对暴墓的战神 竟连一招都没有接住 思奉献出身来直接丢出捆仙绳将腾蛇定义 玄机看思奉没有死非常开心 思奉询问玄机他不是一直想受一个厉害的灵兽吗 这天界神兽不就是送上门来的灵兽吗 思奉出手从腾蛇身上取下一滴精血 再从玄机身上取下一滴精血 将它们二者融合变成了一个血红珠 血红珠腾蛇就都听命了玄机 玄机对着血红珠叫出腾蛇的门 刚才还在嘴硬的腾蛇也只能不情不愿地走向旋 玄机轻轻抚摸腾蛇的脑袋 堂堂一代神军现在竟被荡成一条小狗 还要被玄机揉头 这强烈的身份反差 气得腾蛇当即就晕了过去 等他们来到镇上 思奉照出自己的灵兽小银花 想让小银花好好教教腾蛇人间的规矩 连一代神兽腾蛇带来 只是下界一趟不仅成了别人的灵兽 而且就连想逃跑都成了失望 愤怒的腾蛇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 来到大街上直接开始打打起来 玄机听说他的灵兽在大街上伤人 连忙赶了过来 腾蛇看到玄机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一边丢着酒坛子一边将黑锅拆给玄机 玄机为了制止他向腾蛇出手 腾蛇想要反抗 可不料他却被玄机一掌打了下来 思奉告诉他反抗是没有用的 因为灵兽是不能对主人发动攻击的 不信邪的腾蛇表示不能使用先 那用拳脚总可以吧 说吧腾蛇便想跟玄机比划 等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吃饭 腾蛇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 拒绝与他们共进晚餐 为什么你的运动那么平衡 我的是这个样子 思奉拿出一本灵兽训练手册交给玄机 表示只要按照上面的方法来做就行 玄机在思奉的教导下来到腾蛇这边 想要伸手安抚一下他 可不料腾蛇却突然暴霸 晚饭过后玄机想把腾蛇介绍给朋友们 平路一眼就认出他是腾蛇神君 赶紧给他失礼 腾蛇看到有人这么拾去刚想得瑟一下 却发现一旁柳玉欢头上竟然带着天眼 你抽了天眼 你好大的胆子 腾蛇表示只要他将这件事情不报上去 一定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他可以大发慈悲 只要让玄机给他解开血气 他并不再追究此事 你呢 现在是储玄机的灵兽 想回去打报告门都没有 晚上不甘心的腾蛇仍然想要逃跑 小营花找到腾蛇表示可以帮助他 小营花拿出一瓶毒药告诉腾蛇 他可以给玄机下毒将他捅晕 然后趁机砍掉他的胳膊 那血气自然解除他也就可以回天殿 腾蛇虽然不想用这下三万的手段 可想想能让自己恢复自由又不伤玄机性 便答应了下来 他端着梅酒找到玄机 玄机好奇腾蛇怎么还没有睡觉 喝两杯说不定我喝高兴了 我就不走了 就这样玄机将毒酒一杯一杯喝下 一直喝到半夜 腾蛇想靠毒药毒晕玄机 结果他却遭到反噬毒素全部准备在他身上 看着肿成猪猴的胖 腾蛇连忙找到柳一欢所要解药 结果却发现小营花偷错了无音 而他现在种的气氛摧炎根本没有解药 不过也不用担心 这个毒药只会让人毁人不会要命 玄机好奇腾蛇为什么要偷一瓶毒药两杯 丝缝看出腾蛇一定是想偷来给玄机喝 不过却没想到会反噬到他身上 看到自己的龌龊行为被拆穿 腾蛇顿时气急淡缓 若不是玄机强行将他收作灵兽 他又怎么可能成现在的样子 玄机看他有些可怜 便询问柳一欢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柳一欢告诉他还真有一个伴 既然腾蛇是玄机的灵兽 那么玄机的血自然就是最好的解药 司动告诉玄机先不要给他解决 他的行为就活该受到惩罚 放心吧 我怎么在救 基施法将腾蛇定住 然后取下簪子扎破手指 取下几滴鲜血交给腾蛇 腾蛇却还在嘴里 就算玄机给他鲜血 他也不会承认玄机就是他的主 玄机看腾蛇满脸不情愿的样子 也答应腾蛇等姐不疑 随便他爱去哪去哪 他不会再将她强行留下 等到玄机司奉离开后 腾蛇便立刻示意柳一欢给帮他解决病身 赶紧将解药喝了下去 玄机看到腾蛇这么不愿意跟随他 便想要放腾蛇离开 可司奉告诉玄机 他有方法可以让腾蛇心甘情愿留下 等到了第二天 腾蛇看着自己英俊帅气的面庞 刚想要离开这里 却闻到一股饭菜的香气 他连忙下楼查看 却发现是司奉做了满满一桌子大菜 你不让我去一见吗 快回去吧 你叫我走我就走 腾蛇在天界定了思念老头的言情话本 就信以为真 还有模有样的跟玄机介绍起来 可玄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原来的事情 并且对于这一世的他来说 只有司奉才是最重要的 腾蛇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也决定帮玄机他们一把 他知道玄机一直都想要让他帮忙取回玲珑元神 他自夸只要能让他看到玲珑 他就可以轻松地将另一半元神给召唤 玄机当即决定带腾蛇回少阳 可是腾蛇不管怎么施法 玲珑都没有丝毫反应 既然巫童能够引出玲珑一半元神 就说明他身上一定就有引力 只要六师兄想办法拿到引寸里 引出玲珑的元神 那他就可以让玲珑复 六师兄为了让花妖帮助他们 拿出万劫八黄金的碎片交给花妖 花妖从碎片中看望自己的虔诚 这才明白现在的他竟是玲珑的结合体 为了找回真正的自己 他们先是来到花妖身上 找回了他丢失的一半元神 随后花妖又帮助他们成功 够取了引寸 拿到引寸里后 六师兄在腾蛇的帮助下成功 预取了明明的元神 可就在他想要放回花妖脸神的时候 若玉却偷偷来到六师兄身后 将连接他与腾蛇的符文母 没有了符文六师兄可不知道 他才能放回花妖的元神 若玉告诉他他已经学了 他劝说六师兄 想让花妖先帮助他们 偷取两大派的元神 六师兄本不想趁人之危 但若玉却是一再的坚持 没有办法六师兄只好同意 利用花妖帮他们偷取淋尺 但花妖进去半天 却只偷回了李泽东的飞龙 六师兄想要再去寻找一下 却被若玉拦住 他们刚才的行为 怕是已经打草惊死了 若玉劝六师兄赶紧跑跑 可他们已经晚了 若玉被追上来的妖兵打下悬崖 六师兄也在一众妖兵的追杀下 岂岂可危 还好玄机私奉他们及时赶到 这才将六师兄救了下来 腾蛇前往少阳寻找玄机 却恰巧碰上少阳秘境出现落落 纵然续阳师伯与浩尘联手都无法将其修复 而续阳风一直以守护秘境为己任 续阳师伯借机提出 如今也只有让浩尘与玄机成婚 共同修炼大道友情绝 才可以稳固秘境境止 这话恰巧让赶来的腾蛇听到 主掌门听到腾蛇竟然知道秘境内部的命 又是如此陌生的面望 不由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玄机赶紧站出来向爹爹解释 他是我的灵兽 灵兽 朋友 恒蛇听到他们竟然拿她的小脸花香 这不是侮辱自己吗 老子可是修炼了千年的神蛇 上了神补了 颖红师叔看他年纪也就二十来岁 跟玄机差别 觉得他一定是在吹奴 你们知不知道 在天上帝君都是要求我办事的 得亏现在浩尘不敢暴露身份 不然非得一巴掌拍死 恒蛇吹嘘当初的少阳秘境 就是由他跟四大神兽一起 现在他只需要一点消息的神秘 其实浩尘为了不让恒蛇打搅自己好事 连忙表示这个结界可是光乎三界安危 绝对不可以让这个来历补赢的小子 恒蛇看他们都不相信自己 看来非得给他们展示一下实力才行 恒蛇走上前去施展法力 很快便将结界修复完毕 至此众人才肯相信恒蛇真的是世界神 他们恳请恒蛇能够帮助五大派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五大派长人中就有天虚堂 而接下来要举办的赞花大会 便是天虚堂最佳的动手机会 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希望藤蛇能够一同进去 保证不让天虚堂有迹可趁 浩尘赶紧出来打断 他提醒藤蛇天界有天界的规矩 而他作为天神是不可以干预人界事物 藤蛇看这小子总是跟自己做的 刚想要教训教训 却发现他看这小子总感觉有些严肃 浩尘万万没有想到 他手下的藤蛇居然有一天敢对他出手 好好好你小子现在打我 你等我会天界的 玄机提出比赛的时候可以不让藤蛇出手 但他遇到危险藤蛇再出手的话 应该不算违反天规 掌门觉得玄机说的有语 当即决定让玄机与藤蛇前去参赛 浩尘有心阻拦却也无可耐 玄机带着藤蛇一起参加赃花大会 司宋不放心也一起跟了馆 不过他却发现 现在的黎泽宫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所有人都严阵以待好像在准备着什么 司宋找到师父想要询问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师父告诉他他们黎泽宫已经宁忍太久了 现在他不想再忍下去了 现在点筋骨的千年十岁已经成熟 他今日就要血洗四大牌 拿到千年十岁为浩封告仇 司宋还是头一次听说浩封这个名 他好奇浩封到底是谁 师父告诉他浩封是点筋骨老谷主的女儿 也是他的妻子 当年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浩封与他这个妖在一起 而将他逼迫致死 副公主曾告诉过他 点筋骨的千年十岁有令人妻死为生的功效 现在他就要拿到千年十岁复活浩封 而阻拦他的人都要死 他希望司宋能够帮助他一起获得十岁 司宋看到师父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他跪下来恳请师父 他可以去找点筋骨骨骨去求千年十岁 只希望师父不要忘了 副公主与地狼偷偷情怒给金骨的苍茫 想要不动声色偷取零食 可他们却是低估了四大派的职场 他们早就知道五个派掌门中就有天须堂的见性 为了将他找出来 他们早就在点筋骨鸡棺上设下线 只要碰触鸡棺就会在气水上流下 二人进入藏宝库却发现了一尸 等他们反应过来想了好好的尸 确实已经晚了 地狼中心护主一早将副公主送了回去 为了不暴露副公主身份 地狼甚至自暴也不给四大派任何金 点筋骨解人大作 副公主假模假样的打过来 刚好看到地狼自暴的场景 为了稳固灵池 点筋骨骨主提出有五大派掌 联手在为灵池加过封印 副公主出手与四派掌能一同加过封印 却不知道此时他已经暴露了身份 四派掌能聚到一起商量对策 号称提出不怕副公主一个是妖 只怕是整个黎泽宫全部是妖 因为他已经正式与司凤同样是妖怪所化 另一边司凤为了阻止黎泽宫的计划 他谎称公主请副公主商量钥匙 将副公主骗到公主房间 用偷来的金鱼令将他们二人一起困住 四凤拿着金鱼令假传公主旨意 宣布黎泽宫退出此次三花大会 就在他想要向各派掌能通报退出之事的时候 却被号称将他抓住 三花大会正式开始 而第一场便是玄机对阵黎泽宫的号讽 虽然没有听出过号讽 但藤舍可是对玄机出来了信心 因为此时的玄机已经部分觉醒战神之力 再加上定坤的帮助 在人间怕事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威胁到手机 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黎泽宫的号讽似乎比司奉还要强上不守 就算是几大派中的长老恐怕也比不上 不过玄机依然凭借手中定坤牢牢掌握场上局势 玄机一剑正遂号讽手中常见 号讽转手丢出一团黑色物质将玄机牢牢定义 就在号讽准备对玄机下死手的时候 还好玄机及时催动定坤将他拦了下来 横射提醒玄机用定坤扎脚下的影子 黑影赤痛连忙退开 众人这才看清黑影的样子 居然是上品魔兽韬灰 韬灰对着玄机喷出一口黑雾 感觉到危险的腾蛇 立刻丢掉手中的水果冲向玄机 号讽出手将韬灰收了回去 而此时玄机腾蛇也一并消失在场上 原来他们二人一起被韬灰通进了肚中 厨长门士问号讽他到底是谁 号讽也不装了直接摘下面具摊牢 竟是黎泽宫公主 黎泽宫众人一起涌上台 双方都拔出武器剑瓦里上 眼睛鼓鼓主看时间到了 直接记起早就准备好的吉阳扶妖阵 想要将黎泽宫一网打尽 可是黎泽宫也早有准备 副公主丢出土胡元审 用脆骨之火灼烧死你内来 释放出的狐媚之气腹 快便将大阵打碎 随后公主只是随便一击便将大阵打碎 没有了大阵的压制双方横 快便陷入了 另一边玄机腾蛇与韬灰交手半片 都无法伤其分毫 腾蛇知道韬灰本地诞生于卓谷 在这里他就是不死了 腾蛇释放出本命之火队 可没想到这韬灰竟能够 将这火焰吞进度内发挥 腾蛇告诉玄机想要出去 恐怕只有战神的九体玄火才能做到 不过现在玄机只是区区 百人根本不可能释放出狐媚 他谎称自己还有没的办法 想让玄机先走 可玄机却不肯丢下腾蛇 虽然他无法施展九体玄火 不过他已经有部分战神 知道该如何施展 腾蛇将自己的神力全部注入玄机体 借助腾蛇的力量 玄机终于施展出九天玄火 破开掏灰肚子走了出来 另一边黎泽公父公主元朗 此时已经来到点心里藏帽 找到了最后一枚灵池 元朗拿到灵池便想要赶紧开溜 属下提醒他公主 还在被四大派的人缠住 你倒是忠心 你就不管我们族人的死活了吗 司奉答应玄机不会再让师父继续害人 为了阻止师父司奉只能继续封营 化身十二语精神 他将师父的功法强行大合 劝告师父不要再继续杀人了 浩晨看到司奉献出真身 连忙呼吁众人一起将气格杀 玄机的心已经乱了 他的母亲便是被金翅鸟妖杀害 如今司奉又化身金翅鸟妖并且欺骗他 听到浩晨呼吁他一起出手 玄机本能地向前刺出一剑 强大的剑气直接轰击在司奉身上 司奉转头看到拿剑指向自己的玄机 他不敢相信玄机竟然真的会向他出手 此时司奉已经万念俱灰 师父看到司奉的样子 知道他现在情人咒又一次发作 公主再也顾不上对抗四大板 连忙带着司奉逃离此地 玄机误伤司奉实在放心不下 他不顾长辈的劝阻连忙追了上去 公主带着司奉逃到安全地方 想要先为司奉疗伤 可司奉却想要赶回去向玄机解释清楚 司奉不相信玄机会真的伤害自尝 可他想到玄机刚才对他的朋友 便不由得心中俊 就在公主为司奉继续疗伤之时 玄机也是追了上来 他将定昆指向公主 认为现在这一切都是公主造成的 他现在只想杀了公主为他母亲报仇 公主知道现在只有杀了玄机 司奉身上的情人咒才会解除 就在公主准备对玄机痛下杀手 司奉赶紧躺在玄机身前 一把将他顺带 并表示他再也不想看到玄机 当他赶紧离开这里 玄机没有想到司奉会说出如此之情 回想起曾经司奉说过再也不分离的事 玄机现在只觉得司奉好像处处不在欺骗自己 玄机回到眼睛 爹爹回来又听到巫统在领天巨场打敌人物杀了 并再次劫持了玄机 玄机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木 玄机化身完全替战神杀到战场 将玄机救了下来 巫统自以为他已经为对抗战神做做了准备 他从不周山底找到了能够吸收战神之力的竹龙之灵 妄图以此来对抗战神 可不想玄机只是召唤出一道九天玄虎 便将巫统的盾牌打过 刺散的火焰掉落下来 不少来不及逃脱的仙门弟子只是挨上一遍 便被稍微挥击 玄机的力量太可怕了 巫统与公主一同回到黎泽宫 可还不等公主去找副公主 副公主便率先开始发难 他向众长老提出如今黎泽宫面临大敌 可公主却整天在地宫培一的死 根本不将黎泽宫的安危放在眼中 他根本不配再继续做公主 公主当然知道副公主在打什么算盘 可他并不在乎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救活浩凤 然后跟好凤远走高飞 他早就有退位让衔的想法 可却不是副公主 公主将金语令交给司凤 认命他便是下一任黎泽宫公主 副公主看马上就要到手的权力费了 他可不答应 他当众宣布公主已经疯了 他的话不能算数 公主看到副公主竟敢顶放他 那就心仇旧恨一起算 公主掐住副公主的脖子将他拎了起来 可副公主却一点不慌 他质问公主既然你要退位 那么退位后你要去做什么 公主不假思索回答 当然是等他将好凤救活后 就跟好凤一起远走高飞 副公主听完公主的回答 不由得开始狂笑不止 在哪儿偷学的功法 这是老公主教我克制你的功法 副公主告诉他好凤对公主的信念 只停留在知道他是妖艺 当初好凤为他生下孩子 孩子身上就开始显现金诗脑衣 他这才知道公主竟是妖怪 要不是当初老公主急事 并将知道此事的先门弟子全部杀了 怕他们离泽宫的命运 就被全天下知道 他们几乎途路点睛功 浩凤对他只有恨 又怎么可能爱他 副公主感慨当年老公主还真是偏心 为了不让公主情人咒发阻 他还设下咒术改变一生意境 让他一想浩凤依然爱他 这才让他的情人咒不再继续发阻 老公主临终之前还特意寻来忘情丹想当公主 就是想要公主彻底忘掉这段良情缺 害死浩凤的人不是别人 是自己 副公主看到公主还是不肯相信 她提出这件事情罗长老也是知道的 不信的话可以去问罗长老 既然罗长老不愿意说 副公主便又掏出他已经珍藏了二十年 她今天便读给诗歌听 公主至死都不肯相信副公主说的是真的 她告诉私奉 她的娘亲浩凤已经服下了千年十岁 等她醒过来 她一定会告诉私奉他们是如何相爱的 副公主听到这个更是嗤之以鼻 她告诉公主当年点筋鼓找到千年十岁 的确有办法可以复活浩凤 可是却在复活的前一天 有人偷走了浩凤的事情 就是她的好诗歌将浩凤偷走 让她彻底错过了复活的机会 私奉不明白她说的什么意思 顾公主命远将浩凤的光果抬了上 她想让公主亲眼看看 现在的浩凤到底是死是活 公主拼命冲到浩凤面前 随着光果打开 浩凤的尸体徐徐飘了起来 浩凤的尸体化为光芒消散在库中 可在公主眼中她此刻却是真的活了过来 可下一刻浩凤的微笑变化为了愤怒 我绝不会和你这个妖精在一起 公主想要抓住浩凤的双手 可眼前却什么都没有 最后的信念崩塌公主再也坚持不住 情人咒发作的公主弥留之急 将忘情丹交给私奉 她希望私奉能够服下忘情丹 不要走上父亲的老公 随后公主变化作十二羽金氏鸟 随她幻想的浩凤一同消失在天际 故公主元朗为了夺得公主之位 竟拿自己族人威胁私奉 私奉不想让无辜的族人送掉性命 无奈之下也只好交出金与令 奉元朗为黎泽公新主 元朗成为黎泽公新主 发布第一条命令 便是黎泽公上下全部加入天际堂 私奉不想搭理他称要为父亲守 将自己关进云堂 自从先门正派知道玄机便是战神转世之后 便遵他为四派之士 要求他带领四派弟子一起围剿黎泽公 可是私奉就在黎泽公 玄机不知道他要如何再次面对私奉 只能躲起来醉酒逃避 子胡找到玄机 他知道现在玄机一定很难过 他劝解玄机既然他能把自己当作朋友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私奉是妖呢 子胡相信天虚堂跟黎泽公做的事情 私奉一定是不知道的 并且他从柳一欢那里 黎泽公公主便是私奉的父亲 想必当时私奉也一定跟玄机一样难以决作 他告诉玄机柳一欢已经去找私奉了 他想让玄机跟私奉在建设 有什么误会当面解释清楚 若私奉真的是父亲害 到时候再杀他也不知 另一边柳一欢找到黎泽公 在罗长老的帮助下找到私奉 他告诉私奉玄机答应在青木镇跟他建议 私奉玄机一起来到青木镇 可玄机还没有想好如何面对私奉 看到私奉向他与爱 玄机连忙躲到大树后面 私奉向他解释他早就想告诉玄机他的身份 可又不知道该如何开 还没等他想清楚这所有的事情便撞到狼起 他发誓除了他是妖以外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隐瞒玄机 他的父亲也只是被副公主 而现在他父亲也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玄机相信私奉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他还是无法原谅私奉父亲杀了他母亲的事实 私奉告诉玄机杀他母亲的并不是他的母亲 而是副公主元朗 这是元朗亲口承认的 而且他的母亲是被煞气入体毒烧而死 只有天须堂的元朗才能操控地煞之气 他希望玄机能给他一些时间 让他夺回黎泽宫赶走云朗 他的族人也并非十恶不赦的优 玄机的心很乱 他提出给他一碗的时间 让他好好想清楚再做决定 等到了晚上已经想清楚的玄机决定去找私奉 可半路上却被昊臣拦下 昊臣斥责他竟然不顾天下大义 还想跟私奉这个妖混在一起 既然玄机无法下决心 那他便帮玄机断了念想 昊臣想要过去击杀私奉 却被玄机使用九天玄火拦住 他答应昊臣不再去找私奉 也让昊臣不要去找私奉的麻烦 私奉来到玄机的房间 却发现玄机已经没了踪影 小银花在地上捡到已经被折断的簪子 私奉不相信玄机会如此绝情 他刚想要去追问玄机 去发现外面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并且他们已经被结界困在里面 私奉认出这蓝色火焰剑是战神的九天玄火 除了玄机恐怕再无人能够施展 玄机 既然你如今还不死心 我只有这么做了 玄机被号称强行带回少阳山 父亲知道玄机偷偷去找与私奉非常生气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要挟 要求玄机发誓再也不见与私奉 这一幕恰巧被偷偷潜入少阳寻找玄机的私奉听到 他本来还对玄机抱有幻想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到少阳便听到玄机这样的话语 心灰意冷的私奉想要离开少阳山 却突然发现有人奔着少阳秘境的方向去 私奉连忙追了上去查看 没想到他竟发现这人居然是早就掉下悬崖的弱人 私奉转念便想明白 若玉一定是副公主元朗的人 若玉一直把私奉当作最好的朋友 可他没有办法 他的妹妹还在副公主的手上 他也只能听从副公主的命令 今天他来便是听从副公主的命令 想要探探这少阳秘境的底细 为了对付秘境里的竹笼 他还特意带了专门对付竹笼的法宝 私奉想要阻止若玉 却被竹笼当作攻击目标 趁着私奉帮忙阻拦竹笼的功夫 若玉拿出法宝困住竹笼 转身便朝湖底跑去 私奉想要追赶 却再次遭到竹笼的攻击 没有办法私奉只好用出大招将竹笼击杀 少阳派众人赶吧 却刚好看到私奉击杀竹笼的场景 浩晨认为他一定是来这里想要偷取流离者 任凭私奉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相信 私奉看到就连玄机都不肯相信自己 在想到刚才玄机发下的事业 心灰意冷的私奉也不再做无谓的解释 私奉被浩晨拿下关进名侠洞中 他们商议可以拿私奉的性命来交换元朗手中的同时 可不想元朗根本不关心私奉的死 若不是子胡就在旁边 来送信的六师兄跟他的同门都得被元朗杀死 浩晨提议既然他们不关心私奉的死 还不如用私奉十二语金是鸟的内单机器 还可以壮大他们剿灭黎泽宫的神威 六师兄知道此事后连忙将其的消息告诉玄机 玄机知道私奉一定是被冤枉 现在也只能先劫狱将私奉救出来再说 玄机来到名侠洞找到了快要被冻死私奉 就在玄机准备将私奉带走 浩晨又赶过来 他绝不允许玄机叫他带走 这一次他一定要杀死私奉 玄机带私奉逃出名侠洞 却不料中了浩晨的奸戒 使私奉踩入他们早就设计好的阵法中 众人围了上来 宣布今天就要让战神大人亲自取了私奉的腰单 为了逼迫玄机动手 楚掌门以自己为阵眼 若是玄机不能赶紧动手杀掉私奉 那他就会立即而死 玄机不想伤害私奉也不想伤害爹爹 还好腾蛇及时赶不过来 这才将阵法打断 可爹爹为了让玄机断了念想 竟换出命剑斩向私奉 玄机发现赶紧不在私奉身前 可是私奉又怎么会让玄机受伤呢 私奉转身抗下这一剑 强大的力量直接洞穿他的身体 就连玄机也被刺伤 玄机身上流出鲜血 却仿佛受到召唤般漂浮起来 向着远处的魔煞星星魂挑去 众人发现了魔煞星星魂的异动 并且四周墙壁上都开始盛开魔玉之花 而这正是魔煞星罗侯忌妒出现的征兆 所有人都以为这股鲜血是私奉身上的 可只有私奉才明白 这是玄机的鲜血 因为早在他们第一次侮辱秘境时 玄机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他不明白玄机怎么会是魔煞星 可现在也容不得他去想 私奉为了帮玄机掩饰身份 竟冒用魔煞星的身份 为了让玄机与他撇清关系 他也只好再次忍心欺骗玄机 另一边元朗潜入秘境深处 妄图夺取魔煞星星魂 却遭到续养长老的阻拦 元朗将他们全部杀掉 可因为没有战神之力 他始终无法接近流离斩 随着私奉逃离此地 玄机与爹爹众人来到秘境深处 却发现早已被杀害的续养长老 与隐定师叔 昊晨认为这一定就是私奉的 如今已经确定了私奉的身体 再加上师父与师叔被杀 玄机最终下定决心与私奉一刀两断 并答应大家会带领正派一举 监灭一则 男人只是在花朵上滴下一滴鲜血 那早就枯萎的花朵立马绽放出绚丽的光芒 再度焕发出生机 私奉看到这一幕终于确认了玄机 就是魔杀星 因为他刚才低下的正是玄机的鲜血 也只有魔杀星的血液 才可以让这魔玉圣花再离开 黎泽公众人看到私奉竟然复活了魔玉圣花 他们终于相信私奉便是魔杀星转世 连忙跪拜了下去 魔杀星作为曾经的妖魔界同物 金智鸟族曾经便是魔杀星手下最强的占领 如今魔杀星归来 他们当然要尊私奉为主 私奉看到魔杀星身份竟然这么好用 他便打算借此拿回黎泽公的权利 即便副公主再不愿意 他也不敢在众目魁魁之下违抗私奉的命 毕竟他还做不到与整个妖魔界为敌 可副公主并不担心 因为他有着更大的谋划 副公主抓紧用生魂炼制他的宝顶 只要等宝顶吸收足够九十九道生魂 便可成为天下间最强大的魔杀 届时便可以凭此魔杀吸取玄机的战神之力 到时候即便魔杀星他也不决 不过私奉想要继位黎泽公新主 他也得给私奉准备典礼 副公主以私奉的名义向少阳山写下战书 要求少阳山交出琉璃斩 否则就要荡平四大派 昊臣看到私奉竟敢如此嚣张 他召集四大派掌门决定先发志愿 前去攻打黎泽公 而玄机作为战神便是他们的领头人 私奉正在准备继任大理 却听到手下来报说四大派已经打到了宫门之外 若不是有大阵手 此刻他们已经杀进来了 手下认为现在妖魔独移 如今他们黎泽公实力强大 完全可以杀出去与仙门决意死战 可私奉却不想造成过多伤亡 他走上城门红和四大派想让他们退兵 可四大派却是惺惺报告 扬言今日就要踏平黎泽公 私奉知道今日他们肯定要隐战 为了避免声音图炭 他提出就让他与战神单打独斗来决定政府 玄机认为私奉屡次欺骗利用他 现在他对私奉可是恨之路 然而就在私奉与玄机进行决战时 黎泽公的守护大阵却突然消失 原来是浩尘趁着玄机与私奉大战 让六师兄带他们通过黎泽公密岛杀了进去 一时间黎泽公死伤财重 私奉万万没有想过 玄机他们会使用如此卑劣的手 私奉为了保护弟子的安全 他照出四大神器化作金钟罩 将先闻弟子一并罩在里面 只要他们愿意退兵 私奉便放他们出来 玄机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私奉的要求 可是私奉想要打开罩子 却还需要四大神器的辅助 他回到宫内想要拿取四大神器 却发现之前浩尘偷入黎泽公的时候 竟将他们黎泽公的幼童都尽数斩杀 气氛的私奉再度来到城头 只是将浩尘单独放了出来 这次他要为无辜的黎泽公弟子报仇 私奉将四大神器合二为一 浩尘想要凭借跟玄机一同修炼的友情爵击杀私奉 可是单纯浩尘根本不是私奉的对手 眼看浩尘就要被私奉杀死 玄机连忙出手将私奉拦下 可浩尘这个老六却趁着私奉与玄机纠缠的时候 从背后偷袭一剑刺伤私奉 玄机看到私奉受伤 不由的开始有些犹豫 这也导致浩尘与玄机修炼的友情爵击杀了 失去战神力量的浩尘被私奉用灵力击开 随后反手一刀将浩尘打成重伤 小银花看到私奉受伤可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闪身到玄机身后一剑刺了出去 私奉连忙将小银花收了回去 两边主将都身受重伤 这场战斗就此为止 浩尘回到离合宫 可因为他是被镇玉神刀所伤 身体状况每个愈想 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浩尘将玄机叫过去 他知道天虚堂收集凌迟是要救出无知己 而想要救无知己 他们必须在月圆之夜进入不周山 浩尘叮嘱玄机让他务必在不周山拦住私奉 他知道玄机大概率不会击杀私奉 浩尘拿出一个瓶子告诉玄机这是静气瓶 可以帮助私奉化解他身上的力气 若是玄机真的无法下杀手 那便用静气瓶化解他身上的力气 司奉为了对抗副公主元朗 决定帮助紫胡救出无知情 可他并不是真的魔杀心 根本无法抵御不周山底的杀气 还好有平奴的帮子 帮他炼制出了可以暂时抵御射气的弹药 司奉趁着月圆之夜来到不都山 刚好碰到前来阻截他的玄机 为了不耽误时间 司奉转身逃入不周山底的名誉 可他发现这里的壁画 竟然记载了许多战神的事情 尤其最后一幅壁画 上面显示战神在照一面镜里 而镜子中照映出的竟是魔杀心的影响 所以进一步验证的战神就是魔杀心的事实 司奉为了不让玄机看到真相 连忙将最后一面壁画允许 等玄机追了过来看到不损毁的壁画 他没想到司奉竟恨他到如此一 就连战神的壁画都要允许 司奉来到坟如城门 相似没灵池融合成一个钥匙 可还不等他打开坟如城的灯 玄机便追了过来 眼看就要错过打开坟如城的时间 还好子狐及时赶过来 司奉将要是递给子狐 让他先去迎着吴志祺 子狐终于找到了他的吴志祺 而他却因煞起轻蚀受了迎着被杀 子狐告诉吴志祺是司奉救了 但他出去一定要帮助司奉 另一边玄机最终还是无法对司奉想杀着 他拿出浩尘师兄给他的禁忌 想要净化掉司奉身上的煞气 这样他便可以一直跟司奉在一起 他却不知道奉尘给他的并不是什么禁忌 而是天界匈名伯伯的朱雀 司奉很快就在屏中坚持不住 玄机发现不对想要将他救出 可却已经晚了 还好吴志祺及时赶来 在他得知朱雀屏中照的便是司奉后 赶紧唤出军天侧海将朱雀屏打碎 这才将司奉救了下来 司奉将吴志祺救了出 吴志祺早就从小狐狸口中得知 当年便是元朗陷害他才让他被天界捉住 现在元朗之所以积极拯救吴志祺 也不过是基于他的军天侧海霸 吴志祺是一个爱尊尊明的人 司奉救了他 他答应司奉会帮他做三件事情 司奉询问吴志祺 他知道元朗一直在偷偷地用一个宝底吸食生物 可他却不知道元朗到底想要干嘛 吴志祺猜测那就是炼魂顶 只要炼魂顶吸食足够九十九道生物 便可以形成一道血体之间 可以吸食人的精血 并将其法力化为己用 司奉不明白他到底想用这个对付水 吴志祺突然想起那琉璃盏是被战神的力量封用 想要打开琉璃盏就必须使用战神之力 看来他要对付的就是玄机 司奉这才明白 难怪元朗要想尽干法让玄机觉醒战神之力 不过想要激发炼魂底的血斩 却是需要庞大的灵力服务 单凭元朗肯定是错不到了 吴志祺告诉司奉元朗肯定会找他们帮忙 到时候只要他对阵和烧灾 便可以让元朗自食饿 晚上黎泽公会吴志祺的回归开设完美 司奉先是肯定了魔鱼又使元朗赢紧准许他以后 可以随意调动弥泽公与天虚堂的力量 然后赶海现在只查最后一次 夺和他的战神 便可以继续他一堂三级的大力 不过这中间还有一段难题 便是如何对付战神 当日战神想要用朱水平治他一堂 他以后也不会再被战神受伤 司奉询问众人有何计则可以对付战神 元朗立刻站出来的 他有一个法证可以对付战神 不过到时候却需要司奉摩之奇的协议 司奉当机并决定三日后便攻上少阳斩杀战神 三日后司奉不自来到少阳山 故意吸引玄姬的注意 玄姬看到司奉的身影立即追了上去 而在树林里元朗早就开始布置恋成大战 司奉与吴之奇相识一线 很快玄姬就追了上来落入镇子团宫 元朗看到战神落入自己的圈套 当即就要吸食玄姬的力 可吴之奇只是随意白手 法阵就到转了方向将元朗招了进去 司奉与吴之奇设计击杀元朗 对此元朗的力量比他预想中弱了好多 可还不等吴之奇想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却看到远处少阳山上发出了预警信号 可他们并没有安排攻打少阳山的计划 吴之奇这才想起元朗还会使用分身术 一定是元朗趁着这回功夫已经在偷取琉璃杂 另一边元朗已经借助修罗分身来到秘境边缘 昊成听尽全力想要稳估越来越暴躁的琉璃杂 可凭他现在重伤的状态根本无法加固封印 昊成知道这魔杀星的心魂恐怕真的要出来了 既然这一世他还是无法成功度化战神 那便只能让战神来亲自毁灭琉璃杂了 元朗来到琉璃杂面前发现重伤的昊成 从他可以拿出朱雀瓶这样的神器 元朗就已经猜测到了他的神 可他现在毕竟只是一副破败的凡人之躯 元朗根本没有一丝惧怕 就在昊成拼命阻拦元朗之事 斯凤与吴之奇终于挡过来 两人合力之下元朗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元朗便被斯凤之主 吴之奇告诉斯凤元朗现在是修罗之躯 寻常手段根本无法将他杀死 不过他们却很怕日光 而他十二语金翅鸟的光芒 却是比日光更加强盛 刚好可以克制元朗 斯凤随即解除封印化为十二语金翅鸟 元朗在金光的照耀下 最终化为了灰烬 元朗生死斯凤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他想将这一切事情向玄机解释清楚 他们二人定可以重归于好 他想救助重伤的昊成 可没想到昊成根本不领气 昊成自知他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 既然战神已经脱离他的掌控 那也就没有回归天界的必要 他要用他这副残驱做最后一件事情 昊成听到玄机已经朝这个方向掌握 他连忙拿剑对着斯凤飞舞起来 昊成拿着斯凤的剑捕向自己 这一幕刚好让赶来的玄机看到 这下斯凤是真的解释不清了 昊成在最后时刻叮嘱玄机 一定要让他亲手毁灭为了酒 说完便一命误夫 玄机亲眼看到斯凤杀死昊成 之前他还一直对斯凤抱有幻想 可这次他认为已经彻底看清了斯凤的真面目 就是因为他屡次对斯凤的放途 才导致他的师父师叔 还有昊成师兄都离他而去 这次他绝对不会再放过斯凤 斯凤想要解释可玄机根本不听他的话 玄机一箭刺穿斯凤的身体 斯凤想要继续向玄机解释 可玄机认为他还在欺骗自己 不由得更加加重了力道 吴芝奇知道再这样下去恐怕斯凤真的会死 他出手将玄机最后一箭燃响 带着重伤的斯凤赶紧逃离此地 如今昊成已经生死 玄机打算听取昊成最后的遗言 亲手毁灭琉璃斩 玄机听取昊成的灵中遗言 想要亲手摧毁琉璃斩 刚刚逃出秘境的吴芝奇突然发现 军天侧还有了异动 斯凤知道一定是玄机听了昊成的话 再摧毁琉璃斩了 可吴芝奇却也是奇怪 若是魔煞星星魂这般容易被摧毁 他们天界为何不早出手 一定是天界对魔煞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才导致魔煞星星魂击聚天地怨气变得非常强大 吴芝奇催测就凭现在的玄机 我怕就算搭上信物也很难毁掉魔煞星 斯凤有些放心不下 还是决定返回秘境看的情况 可他的到来 却被除了掌诺乌认为他是前来倒霉 还好腾蛇及时打的 这才暂时阻止了双方的争论 腾蛇回到天界已经彻底查清楚 战神与魔煞星的前世今生 他告诉出掌诺 玄机是根本不可能毁掉魔煞星人 腾蛇想要告诉他们真相 可话到嘴边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腾蛇拼尽全力吐出一口鲜血 却还是无法张嘴 他知道是天界有人故意封住了他的口 既然不让他说 他还有别的办法 腾蛇拿出他从天界偷来的记录战神的御剑 可还不等众人看清楚 御剑便消失又回归了天界 眼看玄机已经被魔煞星星魂牢牢吸住 斯凤换出命剑想要强行打断 可战神与魔煞星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能对抗的 强大的力量震得斯凤口吐鲜血 可琉璃斩却没有任何面 眼看玄机气息变得越来越弱 斯凤恳请腾蛇 他是天界神兽见多事物 他一定有办法可以救玄机 腾蛇有些为难不想说出口 可面对斯凤的呵斥 他也只好说了出来 军天侧海 他知道金翅鸟的气海在泪下 只要将军天侧海插入泪下 他便可以获得军天侧海的力量 吴之奇知道斯凤一旦这样 必然会被军天侧海的力量称死 他不想让斯凤去送死 可是他曾经答应斯凤三件事情 斯凤以此为妖险 吴之奇也没有办法 只好将军天侧海交了出来 斯凤化为十二语金氏 将军天侧海插入泪下 获得魔煞星力量的斯凤 只是一击便将玄机与琉璃斩分离 可是经过这一番折腾 琉璃斩的封印已经极其微弱 眼看星粉马上就要冲开封印 斯凤来不及小太阳 他将玄机交给腾蛇照顾 转身将自己身上的十二根金氏拔而下 然后用他们金氏鸟族独有的封印之行 再度将琉璃斩的骨骰 做完这一切后 斯凤知道自己命不容易 他不想再连累去 他恳请众人不要将今天的事情操作 斯凤帮助玄机重新封印琉璃斩 而此时斯凤的身体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他回到黎泽宫想要交出公主之位 然后找个地方尽等死亡的到来 可长老却认为正是有了斯凤的待遇 才可以让他们金氏鸟一族得以保全性 并且如今可以继续安养生息 他们相信斯凤一定可以度过危机 这公主之位也只有斯凤才可以担当 斯凤本想继续推脱 可柳一欢却也同样劝说 斯凤继续担任公主之位 斯凤不解柳一欢明知道他现在的身体状态 却为何还要让他继续做这公主之位 柳一欢早就看清楚斯凤的打算 他知道斯凤害怕自己死 军天测海会被有心之人利用再去打开流离场 他害怕玄机会变成一具充满怨的羞龙魔神 少阳山玄机在众人的照料下终于醒了过来 可玄机只记得他在秘境封印琉璃斩 根本不记得后面发生的事情 玲珑告诉玄机是他法力消耗过度晕了不去 琉璃斩已经被爹爹重新封印 让玄机不要再为此担心 玄机有些疑惑 因为他明明感觉 他好像看到了斯凤封印琉璃斩的样子 他不相信爹爹真的能够封印琉璃斩 他转头询问藤蛇 藤蛇虽然想说出真相 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玄机还是不放心琉璃斩的情况 他再次来到秘境想要看得清楚 玄机不相信他的爹爹能够真的封印琉璃斩 他必须要下去看看 藤蛇知道这件事情玄机早晚都要知道 他也不再阻碍 玄机来到秘境深处 看到被十二根金石鸟语封印住的琉璃斩 玄机这才明白那并不是幻觉 可是他不明白斯凤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是谋杀星吗 他不应该打开琉璃斩吗 玄机发现他好像真的误不服 但是他的师父师叔还有师兄 都是死于斯凤之手 可是从来就没有人见过他亲自动手 是不是 玄机告诉玄机斯凤之所以要冒充魔杀星 也只是为了产生人了 因为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那还未出世的温杀星 而是早就野心招中的女人 他想要赶去黎泽宫寻找斯凤 可爹爹却将他拦住 并告诉他他已经派人打探过 黎泽宫早已人去楼孔 现在那里出了一座空荡荡的宫殿 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弟子前来禀报 说在布州山发现了妖族的痕迹 并且玄龙已经前往去寻找巫童了 玄机猜测斯凤也可能带着妖族藏进了布州山 他连忙带着藤蛇一起赶去布州山 玄龙在布州山找到巫童 为了报仇玄龙不惜以自己为意 引动天雷劫想要跟巫童同归于尽 巨大的动静成功引起了看守此地的神书玉虑 他们刚要下去查看情况 就被赶来的藤蛇拦住 跟机赶来救下玄龙 他质问巫童斯凤到底去了哪 巫童有些奇怪没斯凤杀了元朗 竟然他也跟着消失了 巫童幸灾乐祸推测一定是斯凤跟元朗两人两败俱伤 一起死掉了 玄机从巫童口中再次证实 原来真的是斯凤杀掉了元朗 看来腾蛇的推断都是真的 看来斯凤真的不是磨杀型 巫童挟持玲龙 想要拉他一起去死 玄机出手将玲龙救下 可他却来不及反应被吸入焚如城中 玄机掉入望川河中 他的记忆也开始恢复起来 他想起了自己被罚下天界时 是斯凤陪在他的身边 也想起了他九十利己 每一世都是斯凤陪在他的身边 玄机终于记起他的前九十记忆 也终于知道斯凤为何会那般绝望 他记起了在天界百灵帝君要将他诛杀之时 也是斯凤将他救下 在那个冰冷无情的天界 斯凤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为他带来些许的快乐 玄机从不周山回来 郑愁不知怎么去寻找斯凤 却听到柳一欢跟廷无 正在讨论斯凤的事情 他不敢相信浩晨师兄会拿他的心灵来欺骗自己 可柳一欢指着自己天眼信誓旦旦的往生 他亲眼看到是元朗重伤他的师兄 是斯凤救下了他 但他的师兄却还要嫁祸给斯凤 玄机想要询问斯凤的下落 可已经对玄机失望透顶的柳一欢并且高 斯凤情人咒已经发作两次了 他不会再让玄机继续纠缠斯凤 玄机还是头一次听说情人咒 他询问柳一欢情人咒到底是什么 柳一欢本不想告诉他 还是在屏幕的劝说下 柳一欢才决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玄机 让他们断也要断得明白 柳一欢告诉玄机情人 就是黎泽宫最残酷的情人 黎泽宫的弟子生了情 宁愿自才都不愿意戴上情人重 因为生了情面具就会长在脸上 再也摘不下来 情伤三次情人咒发作 那人便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玄机戴上腾蛇前往黎泽宫 可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他伤害斯凤的场景 玄机身体一歪差点掉下大海 还好腾蛇将他救了上来 腾蛇跟玄机进入黎泽宫 发现这里果然跟爹爹说的一样 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不过他们倒是发现了 在这里偷酒吃的吴之奇与小狐狸 吴之奇不肯告诉玄机私奉的下落 不过看玄机诚恳的那样 吴之奇还是决定帮玄机一来 他知道玄机是战神一定会遭到很多人的 他送给玄机一枚无棒 有了这个他便可以在三界之内隐藏气息 任何人都无法承认他 并且这个东西他也送给私奉一来 他们想要找到私奉可就难了 腾蛇不信息 他让玄机去找一件私奉曾经用过这东西 他要施法寻找私奉的下落 玄机拿出曾经私奉送给他的鲁班索 私奉曾告诉我他 他将自己的秘密都藏在里 不过却需要玄机自己打开他 只不过玄机研究很久都没能打开鲁班索 恒蛇对着鲁班索施法 可却没想到鲁班索竟然失控开始四处乱走 恒蛇想将他收回来 可鲁班索却掉到地上摔成碎片 玄机这才发现 原来私奉早就将他身份的秘密藏在了时 一下定决心去找私奉 不论私奉是否原谅他 他都想去尽力挽回他们的贪心 这一时他不想再留有遗憾 想通这一切的玄机斗志满满 他将腾蛇照了过来 他知道腾蛇本来就不想做他的灵手 当初是因为他想铲除天须堂救联盟 才强行将他收作灵兽 如今事情结束 他也决定放腾蛇一字 玄机询问腾蛇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成亲人 可没想腾蛇却突然放 腾蛇提议他们可以先去一些他们共同经历过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私奉的踪影 可他们寻遍了他与私奉一同走过的所有人 却都没有发现私奉的踪迹 他们来到一处小镇 向路人打听有没有见过私奉的样子 这个小二姨也就认出 玄机是曾经帮他们驱逐驱如鸟的女性 玄机腾蛇两人寻遍了所有的人 都没有发现私奉的踪迹 就在玄机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寻找 腾蛇可能好吃的吃多了 脑子突然灵光起来 他想起柳一欢身上有天鹅 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去私奉 两人一起来到柳一欢的住宅 可是柳一欢还是不想帮助自己 最后在柳一欢里面的脚步下 他才肯告诉玄机无知期望私奉遮眼 其实就算是他也看得罢 不过柳一欢提醒他们可以一路向南方 留意一些灵气宠佩的地方 因为私奉曾告诉他 他的伤势必须要找一处灵气宠佩 腾蛇跟随玄机寻找私奉 一路上猛吃都把玄机给吃光了 没有办法他们也只好先挣点外快 玄机看到村口告示上 有人寻找除妖师帮忙除妖 上面还卸有不少报酬 玄机腾蛇顺着告示指引来到一个客栈 正是这个客栈里面在闹妖怪 他们敲门表示是前来除妖 可开门的阿兰看着玄机入不惊风的样子 可不相信他能打得过妖怪 正想要关门 还好腾蛇直接露了一手这样的钉子 让阿兰想关都关不上 玄机腾蛇进入客栈向老板娘表明身份 说他们可以除妖 可老板娘也不相信做他一个小丫头能除妖 劝他们可不要把命搭上 阿兰也跑上来劝说老板娘 他已经请了一位很厉害的除妖师 只要等几天一公子到来 一定可以铲除妖怪 显然这是一位一公子的小名妹 可老板娘又想了想 这一公子行踪飘忽不定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来 再不开张的话 他们可就要喝洗北风了 没办法也只有先让目前这两位试试 玄机想让腾蛇上去看看情况 就这么个货色 也用得着我出手吗 玄机自己走上楼去 不一会房间里灯光就变得不暗乎亮 很快房间里打斗声就消失了 窗户上还见出一片血迹 老板娘以为小姑娘死定了 可没想到玄机打开门走了出来 手里还拎着一个死掉的黄鼠狼 原来就是这个黄鼠狼腰在里面捣乱 玄机他们成功赚到了银子 决定先停在这里一段时间 反正现在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才可以找到私奉 不过这可惹恼了阿兰 他们一直赖在这里不走 把一公子的客户全都抢走了 这可不行 就在阿兰跟腾蛇理论的时候 老板娘让阿兰去给一公子送一服酒过去 腾蛇看到阿兰一提起一公子就高兴的样子 不由得笑出了声 可让腾蛇没有想到的事 阿兰竟然回来后就宣布他要跟一公子结婚 并且还有一公子给阿兰的定情幸运 这不是黄色宫的夜明珠吗 玄机终于找到了私奉 可是私奉似乎已经不记得他了 腾蛇有点不敢相信 玄机这才想起柳一欢说过的话 看来私奉真的已经对他彻底失望 服用了忘情丹所以才会不记得他 玄机拿出乳工所跟传音灵想要唤醒私奉的记忆 可私奉却认为这人定是疯子 居然拿一堆破铜烂铁在他的婚宴上胡言乱 眼看两人就要拜堂成亲 愤怒的腾蛇可不大意 好啊 四孙儿 你小吃了个老子倒一架 倒一架你就想起来了 玄机将腾蛇拦住 他能看到私奉平安的活着就已经很知足 他不想再打扰私奉新的生活 玄机安慰自己 私奉吃了忘情丹 那他以后就不会再被情人咒折磨 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样的结局对私奉应该是最好的 腾蛇看着现在的玄机 真是恨铁不成钢 可他也没有办法 晚上腾蛇肚子饿得咕咕乱叫 他想起私奉的婚礼上一定会有不少好吃的 他来到私奉的住处寻找半天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他只好来到私奉的房间附近 想着他们房间里一定有好吃的吧 虽然知道偷听人家心房不好 可腾蛇实在是太乐了 腾蛇来到私奉房间 却偷听到一个大秘密 原来私奉并没有忘记玄机 而他现在结婚 也只是为了捉妖跟阿兰演的一出假戏 腾蛇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玄机 可私奉现在不肯认他 玄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腾蛇决定设计来探探私奉 他假装成妖怪从私奉房间掠过 将私奉引出来 玄机终于知道原来私奉是在骗自己 他根本没有服用忘记玄 也没有将他忘记 玄机告诉私奉他已经找私奉一年多了 他很关心私奉的身体状况 他已经知道了私奉为他做的所有事情 也知道私奉身重情人就知足 玄机希望私奉能够原谅他 可以让他留在私奉身边弥补他的国 可私奉对他依旧表现得很是冷漠 他告诉玄机 只要他能离开自己便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虽然私奉还是不肯原谅自己 但这次玄机可不打算放弃 他听从藤蛇的建议打算对私奉死缠烂了 看到私奉在吃晚饭 藤蛇当即决定先策一顿饭 藤蛇找机会将玄机制开 向私奉示意到外面说话 藤蛇知道私奉之所以不肯接受玄机 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军天侧海的力量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私奉就连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 他不想让玄机再为他伤心 人生本就短子 可是你不应该因为那样的原因 就这样推开玄机啊 藤蛇告诉私奉 既然他已经决定放手 那玄机的死活他也不用关心了 私奉听出藤蛇话里有话 可他不知道玄机能有什么危险 他是天界战神 并且现在琉璃斩也很稳定 天界不可能惩罚他的 臭小娘我暂时祭祟来 你们俩的事我管不了 人机想尽办法都无法改变私奉的戏 他看到天空中飞过一对双翼彩 想要将其捉住 因为他听说过只要获得双翼彩 便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破镜层楼 白头偕老 私奉转头发现玄机没电了 害怕他会想开 连忙追了谁去 私奉发现玄机走到悬崖边上 赶紧冲了上去将他拦下 虽然误会了玄机 可玄机知道私奉还是关心他的 玄机趁机向私奉告白 表示这次再也别想将他甩开 为了表明觉醒 玄机用银水在自己身上 划出一罢 你做什么 玄机向私奉表白 可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私奉不敢接受玄机的爱 他不想让玄机为他伤心 私奉只好咬牙寒泪将玄机赶走 可玄机下定决心这次绝不再放手 没有办法私奉只好悄然离去 躲在寒潭之中 他也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将自己身上的伤势治愈 这样他便可以回到玄机身边 玄机在竹屋外大雨中等了私奉整整一眼 也没有看到私奉的身影 他这才发现私奉可能真的离开 玄机找遍城中每一个角落 都没有发现私奉的身影 玄机无助地蹲在地上呼喊 可没有疼舌在 他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玄机回到私奉的小屋 他想在这里等 等到私奉回心转意的一天 玄机一直从夏天等到冬天 阿兰怕玄机被冻死 想要劝说让他先进屋暖和暖和 可玄机害怕私奉回来看不到他 他坚持要在外面等私奉 阿兰看玄机如此痴情 也决定帮他一把 阿兰找到私奉 告诉他玄机一直在屋外等他 这样的天气 恐怕玄机坚持不了多久就要冻死 私奉让阿兰将送给他的大衣转送给玄机 可他思虑半天最终还是放不下 终于在玄机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赶回来 玄机 玄机 玄机在闭上眼的最后一刻终于看到了私奉 这次说什么玄机都不会放私奉离开 私奉想要给玄机拿一床背 都被玄机拦住 他害怕私奉会像上一次一样突然消失 玄机将私奉死死抱住 告诉私奉他在焚如城中看到了他的前九十 知道私奉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 他每一时都将私奉伤害 可是都在事情过后才明白他其实是爱着私奉 他并不是没有戏 只是明白的有点慢 玄机恳求私奉能多给他一些时间 多忍耐他一点 私奉听着玄机的表白 他再也顾不上身上的伤势 这一次他决定表明自己的真心 玄机 我等你很久了 彭蛇回到天界想要调查玄机的事情 却发现四大神兽与诸多天兵都已不在天界 通过小兵他才知道 竟是百灵帝君对战神下打的诛杀力 此刻四大神兽已经下凡前去捉拿楚玄机 彭蛇知道后不敢再有片刻 赶紧下凡去找玄机 因为玄机有吴之奇给的吴幻谷遮眼气息 四大神兽经过百灵指点 他们先是找到了柳一欢想要拿回天狱 紫狐发现柳一欢有危险想要阻止 可他们二人并不是四大神兽的对手 白虎将柳一欢的天眼强行取出来 就在他们想要将柳一欢杀死的时候 还好紫狐反应及时 大喊吴之奇的名字才将他们下载 可紫狐却被白虎划伤脸颊毁的容貌 青龙作为藤蛇的CP 他知道他们一旦对玄机动手 藤蛇必然也会受到波及 他通过天眼找到藤蛇的位置 想要劝说藤蛇远离处玄机 可是藤蛇早就将玄机当作自己亲人 他绝对不会让玄机受到伤害 另一边私奉将玄机带到了他修炼的寒潭边上 他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玄机 他能活到现在也是多亏了寒潭帮主 帮他压制了军天侧海的力量 他叫玄机不用担心 因为上天还是眷顾他 这株长在寒潭边上的雪灵芝即将成熟 只要等他再长大一些变成九环雪灵芝 届时将他扶下 便可助他彻底吸收军天侧海的力量 可是司奉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早已被元朗语言神看在眼中 司奉害得元朗身体被咕 元朗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元朗知道小银花在寻找跟司奉解开契约的方法 他故意将方法透露给小银花 可是却故意隐去了此方法的弊端 小银花按照书中指引开始用用灵芝饲养骨毛 很快骨额就化为残茧 只要小银花找到司奉 让残茧吸收司奉血液化为成仇 便可为他解除血气 小银花幻想着等他解开血气后 就可以跟玄机一样去追求司奉 可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元朗安排的陷阱 腾蛇听说四大神兽想要对付出去 他可不答应 腾蛇暴怒向青龙出手 青龙斥责他是不是疯了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腾蛇竟敢违抗帝君的命运 还对他这个好朋友出手 青龙告诉腾蛇 他只是来跟腾蛇报信的 他不想看到腾蛇跟玄机一起灰灰烟 青龙认为腾蛇就是沾染俗失态人 待他将腾蛇捉回天界 让他好好清醒清醒 自然就明白他现在的行为是多么愚蠢 就在青龙与腾蛇斗口之时 远处天空却出现一道惊天的雷云 腾蛇很清楚这是天界之雷 凡是天界笼罩之地 所有事物都会暴露在天界眼中 腾蛇想到玄机丝凤就在此地 此时天界一定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腾蛇连忙甩开青龙 向玄机的方向奔去 寒谈之中 小银花找到丝凤想要解开血气 却不想这样的行为居然会引来天雷惩罚 丝凤不顾重伤的身体帮助小银花抵抗天雷 可过度使用法力加上天雷之力 让丝凤更加伤上加伤 随着天雷消散 小银花终于如愿解开了血气 可还不等他高兴 为是一晚 颜朗嘲笑丝凤最终还是死在了他的前面心情 他剩下的十日不多 现在只想跟玄机一起安稳地度过最后手 可半路上却发现前方有血煞之气出现 玄机拿出血魂珠强行将腾蛇收了进去 双方不再废话直接开打 纵使四大圣兽结成四灵法阵 也不是完全觉醒的战神的对手 玄武换小银花 他想要为小银花治疗伤事 却被小银花阻止 玄武的锤子已经将他的心脉全部震碎 他只求在最后的时间可以像原来一样 可以躺在四凤的怀里 就这样小银花在四凤的怀里永远地沉睡过去 亭奴赶了过来为四凤检查伤势 他告诉玄机 这次四凤受伤太重再加上功力消耗过大 恐怕是再也压制不住军天侧海的力量 最多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 可是玄机知道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拯救四凤 那就是打开琉璃盏释放魔杀戏和帮助的担心 横蛇为了能够离开玄机 只能说一些违心的 他的心里始终有些不舍 玄机告诉四凤 他已经决定了 现在就要带着四凤回邵阳向爹爹提亲 可四凤知道自己时日不渡 他不想再连累玄机 玄机告诉四凤现在他已经六十截空 他想得很清楚 这一世没有四凤才是他最大的遗憾 四凤看玄机态度兼激 四凤让玄机拿出他的罗粹 今天他要亲自为玄机化妆 天界腾蛇被百灵帝君召到大殿 腾蛇屡次破坏他的好事 他要将腾蛇关进天牢 腾蛇辩解他出手只是因为朋友一起 并没有想要违抗天命 可百灵却告诉他 当日他让玄机毁了琉璃盏 眼看就要成功 却被腾蛇偷下界强行阻止 让他的计划落空 百灵转过身来解掉 施加在腾蛇身上的障眼法 腾蛇这才发现这百灵帝君 竟然就是邵阳的号尘 腾蛇被青龙押入天牢 百灵帝君通过天眼看到玄机 正带着四凤赶往邵阳 玄机带着四凤赶回邵阳山 此行他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向爹爹提亲 希望爹爹能够成全他跟四凤在一起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便是他要打开琉璃盏释放魔杀心 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拯救四凤 为了能够让四凤活下去 他已经顾不上其他的 百灵很清楚玄机一旦到达邵阳山 一定会打开琉璃盏 他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只有他知道 玄机打开琉璃盏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为此他将北天七皇召集起 北天七皇认为这大阵开启 一定会让少阳山生灵涂炭 无数无辜的生灵都将惨死 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应该顾到天地 再让天地来定夺 可是百灵却以时间紧迫为由 阻止他们向天地汇报 青龙偷听到百灵帝君的借口 知道一旦楚玄机死亡 腾蛇必然也会跟着一起死掉 为了不让好兄弟惨死 青龙偷偷来到天牢 将腾蛇放了出去 希望他能劝阻玄机赶紧离开少阳山 切莫再去打琉璃盏的主意 青龙送给腾蛇一块龙铃 只有靠这个才可以安全地渡过天火 抵达人间并且不让天界发现 玄机与吴之奇一起来到少阳秘境 在吴之奇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拿出了被封印的琉璃盏 可下一秒琉璃盏就飞走了 到了身后司奉的身上 司奉很清楚战神就是魔煞星 一旦释放魔煞星的心魂 玄机就会变成魔煞星罗侯祭都 他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司奉告诉玄机想要打开琉璃盏 除非先将他杀了 就在他们僵持的时候 琉璃盏却又发生异点 从司奉手中飞出朝着天上飞去 少阳广场上出掌门正在举办生辰庆典 腾蛇赶了过来 出掌门还没搞清楚状况 又看到琉璃盏从他们面前飞 你在这帮凡人们先跑 帝君已经下令了 腾蛇 腾蛇被天界收走 天空也开始雷云滚滚显出异象 玄机知道一定是百灵岛的鬼 他质问百灵到底将腾蛇抓到哪 玄机发现百灵说的 正是当日昊臣师兄临死之际交代他的话 百灵露出身形 验证了玄机的猜想 不过现在他的身份不再是少阳弟子昊臣 而是天界的百灵帝君 当初他下界只是想让战神安稳地顾过节目 只要战神此事不生情面 便可登达先徒重归天界 可他没想到玄机不仅生出了情面 现在更是要为了与司奉打开琉璃枕 玄机早就将他的教会忘得干净 他今日来便是要让玄机的行为付出代价 可玄机认为他利用自己对昊臣师兄的信任 欺骗自己让他将剑锋指向私奉 他骗自己不让他寻回六十 也不过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做一个天界傀儡吧 昊臣祭出诸天允星大阵 想要毁灭整个少阳山 这玄机可不答应 他拼尽全力对抗板 百灵反手掏出琉璃斩对抗玄机 琉璃斩中魔煞星星魂受到影响 玄机同样变得神志不清 就在法阵即将落下来的时候 私奉化为十二羽金翅鸟 借用军天侧海的力量 闭机将阵眼龙印状的倒飞回去 私奉吐血倒退 龙印同样碎裂 百灵只能停止其他动作赶紧我哭龙印 私奉再次动用军天侧海的力量 这让他的伤势更加严重 玄机知道再不打开琉璃斩 私奉就真的要玩了 可是私奉还是紧紧拉住玄机不让他开启琉璃斩 知道为什么 你要动琉璃斩 百灵帝君就要不惜一切大动干戈吗 有了元朗的提醒 玄机想起在焚如城看到的一些病 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元朗告诉玄机 是帝君用卑劣的手段欺骗魔杀星 抽取了魔杀星的星魂封印在琉璃斩中 躯体也被他重新塑造为战神 而战神的星 不过是百灵取来了琉璃斩的一角塑造成的 元朗将这一切都告诉玄机 百灵终于重新修复了龙命 他将元朗这个多嘴乌鸦打散 玄机质问百灵元朗说的是不是真的 此时百灵也不再隐瞒 因为他马上就要结束这一切 他告诉玄机元朗说的没错 不过此时他知道真相也没有用 百灵转头看向斯凤 就是因为斯凤才让他的全部计划落空 他想要先击杀斯凤在对付玄机 玄机拉着斯凤一起飞到空中 玄机发誓他绝对不会让斯凤再有危险 他出手将无知其手中的琉璃斩造了过 玄机出手将琉璃斩打散 随着魔杀星星魂归位 斯凤体内的军天侧海也破体而出 重新进入玄机体内 玄机化身罗侯基督想要跟百灵打招呼 百灵被吓得赶紧逃跑 斯凤看着面前陌生的奶 他不相信玄机就这样消失了 他轻声呼唤玄机的名字 无奈罗侯基督 罗侯基都想要离开此命 斯凤赶紧上前将他拉走 他相信玄机一定还在 罗侯基都一把将他甩抬 玄机的记忆他同样拥有 可他只认为他这一事实在是可笑 他将斯凤送给他的簪子取不出来 甩给斯凤 并告诉他 从此以后他们二人再没有任何人心 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一千年了 这次他要将这一千年丢失的一切都搏回 他将元朗与吴之奇召集到一起 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帮助他再次攻打天际 吴之奇虽然对一统三界没有兴趣 可是之前白虎伤害紫胡 这一次他要为紫胡报仇 可是要他跟小人元朗共事 他可是非常不爽 吴之奇想要对元朗动手 却被罗侯基都拦下 攻打天界在即 他不想看到妖魔族在此时内斗 罗侯基都答应吴之奇 此次事情结束 随便他们二人怎么争动 他都不会再管 另一边斯凤听说 罗侯基都在召集散落在人间各地的妖魔 他当即决定去参加这个所谓的万妖朝会 斯凤来到布州山底参加朝会 可看到的却是性情大变的罗侯基 只要有人敢不听从罗侯基督的命 全部被他杀死 斯凤想要赌一把 他赌玄机还在 他肯定不会让罗侯基都杀死自己 朝会散去只留下斯凤命 斯凤猜得没有错 玄机的确一直都在 不过被魔杀星压制了他的元神 玄机虽然无法献出身来 可面对斯凤 玄机还是可以影响到罗侯基督的意识 罗侯基都想要将斯凤赶走 可斯凤提出他也是妖 并且整个妖魔族也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让他留下来 他可以帮助罗侯基都完成一统三界的大营 罗侯基都可不想让他继续留在他的身边 为了摆脱这个麻烦 罗侯基都想要出众手将斯凤赶走 他答应斯凤 只要斯凤能够接下他的攻击便将他留下 可是玄机又怎么会让斯凤受伤呢 在玄机的干扰下 罗侯基都面对斯凤连半程的功力都施展不出来 最后斯凤成功接住了罗侯基督的攻击 如愿留在了罗侯基督的身边 罗侯基都将落天钟交给斯凤 让他给落天钟吸收足够的怨气 好住他打通通往天界的道路 吴知奇再次帮助魔杀星罗侯基督攻打天界 子虎找到他想要阻止吴知奇 他不想让吴知奇再参与此事 他已经等了吴知奇一千年 他害怕会再次失去吴知奇 子虎之前被白虎所伤 吴知奇发誓一定要攻上天界 将白虎捉下来亲自给子虎赔罪 可子虎并不想报仇 他只希望吴知奇可以跟他一起回到 他们曾经居住的小屋 就像原来一样生活 吴知奇安慰子虎 等这次事情结束 他就答应子虎跟他一起隐居 眼看留不住吴知奇 子虎只好危险 你要是不肯跟我走 我去藏起 你再找不到 子虎最终还是没有拦下吴知奇 另一边 罗侯记都交代司奉 让他为洛天忠吸收足够怨气 好攻打天界 可司奉不想伤害无辜 他将这些凡人偷偷放走 然后用自己的法力蕴养洛天忠 终于到了攻打天界的日子 罗侯记都用洛天忠 强行打通人界冲往天界的道路 白虎看已经无法阻拦魔界的攻势 他决定放弃人界以保全天界 青龙劝阻百灵 一旦释放生死海 人类很快就会死亡变为下一动物 可是为了保住天界安全 百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吴知奇带领魔族率先攻上天界 却发现天空之上变得雷云风 无数雷电倾泻而下 众多魔族被雷电封中 一道雷电向吴知奇轰来 子虎冲了上来为吴知奇抗下这一切 子虎掉了下去 吴知奇赶紧追上 吴知奇答应子虎再也不打了 他想要跟子虎一起回家 可已经晚了 子虎化为光芒消散而去 只留下一块脸帕 被吴知奇抓在手中 吴知奇这才知道他一直是爱着子虎 吴知奇回到魔芸 找到被关在地牢中的私服 想要带着他一起离开魔芸 可是元朗却不答应 他带着罗侯寄都把他们将他们拦住 元朗称他们二人是要背叛魔芸 请求魔尊杀死他们 可罗侯寄都却很清楚吴知奇的评计 他不相信吴知奇会背叛 吴知奇告诉罗侯寄都 他已经答应了子虎不再打 今日子虎生死 他要带着子虎的元圣贼去安葬 他两次帮助罗侯寄都攻打 剑出生入死 当年罗侯寄都的恩情 他早就忘忘了 罗侯寄都很欣赏吴知奇的他 他可以放吴知奇离开枕 但是与私奉却必须留下 天界为了阻止他的进攻 不惜打翻杨之欲净平 释放生死海 如今只有依靠金翅鸟强大的飞行人 才可以跨过生死海攻打 他想让私奉交出他的金翅脑 可私奉又怎么会让他的族人牵扯进来 他谎称他早就不是金翅鸟狐手 他现在也不知道金翅鸟七夕底 罗侯寄都可不相信他的鬼话 既然与私奉敬酒不吃 那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罗侯寄都想要杀死私奉 在一旁的吴知奇赶紧出手阻拦 罗侯寄都看他们二人兄弟情深 也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 他提出让他们二人接他三掌 若是还能活着便放他们离去 罗侯寄都只是一掌便将吴知奇打倒在地 又一掌轰向私奉 两人接身受重伤 罗侯寄都提醒他们二人踏着第三掌 专门攻人心魂最是凶险 劝他们还是放弃早点交出金翅鸟族 可私奉绝不答应 罗侯寄都第三掌专门攻人心魂 这让私奉陷入幻境再次看到玄机 私奉呼唤玄机的名字 这也影响到了罗侯寄都的神魂 没办法罗侯寄都只能将他们放下 既然过了三掌 罗侯寄都信守承诺决定放了他们 可私奉却不想走了 因为就在刚才 他清晰地感觉到玄机就在他的身边 他想留在罗侯寄都的身边唤醒玄机 可罗侯寄都却提出条件 他可以给私奉三天时间让私奉跟在他的身边 可若是三日后他都无法唤醒玄机的话 那就必须说出金翅鸟族的下落 私奉决定独一把 私奉拿出玄机最爱吃的点心想要唤醒玄机 可罗侯寄都根本不为所动 私奉幻化出他曾经跟玄机一起许愿的彩灵术 上面写满了他对玄机的爱意 看着这些风铃 罗侯寄都神色终于有了变化 世纪 我还记得我喜欢喝的酒 是浮渝岛的百花青木脚 私奉自以为他唤醒了玄机 罗侯寄都假装忘记了一切 让私奉多说一些好让他回忆再多一点 私奉提起 他想带着玄机寻找一处世外桃源相伴一生 罗侯寄都连忙询问是不是金翅鸟族也在哪 私奉告诉玄机 没错金翅鸟族就在龙山村找个 就在罗侯寄都想再更进一步的时候 私奉终于反应过来 私奉没想到身为魔尊 罗侯寄都竟会如此悲 用这样的手段来套他的话 罗侯寄都告诉私奉现在诚实已到 他们约定的三日之期已过 他的玄机并没有出现 而现在他敢用这样的语气质问罗侯寄 身为魔尊 罗侯寄都可不会一直惯着私奉 既然已经知道金翅鸟族的下落 他也没有必要再将私奉留下 罗侯寄都将私奉掐在冰中 想要将他杀死 可玄机却不答应 他拼命反航 终于摆脱了罗侯寄都的压制 现出身来 不过很快又被罗侯寄都变了 罗侯寄都知道他无法杀死私奉 只好封了他的穴道 以免他再给自己捣乱 私奉知道罗侯寄都就是玄机 他不想让罗侯寄都再造更多杀物 私奉劝他放下仇恨 你连区区一个储玄机都放不下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放下这刻入骨髓的恨 原来千余年前罗侯寄都 也曾与百灵是彼此为之己 奈何天界与妖魔界积怨已久 他也无法阻止妖魔界与天界开战 百灵找他饮酒 他已经想到了可以让两界罢手沿河的好 可还不等他将方法告诉百灵 却发现百灵竟在酒宫下 百灵将罗侯寄都的新魂取出封印在琉璃斩 用琉璃斩的一角将其代替 将他重新塑造成了天界战神 并让他亲手斩杀修罗易子 试问这样的仇恨如何才能放下 私奉无力反 可是三界苍生是无辜的 战端一起必然会有无数的生灵毁灭 私奉劝说罗侯寄都 他要复仇只需要找百灵一人即可 为此他愿上天界独自去找百灵 他定会说服百灵与罗侯寄都相见 届时他们二人将恩怨解决清楚就好 私奉独自穿越生死海来到天界 腾蛇因为屡次触犯天规被百灵关在天牢 青龙找到他给他送来吃的 青龙劝腾蛇收收心吧 要不是他在人界贪吃 也不会落得现在这般地 可腾蛇却不想听他啰嗦 就在两人争执时 青龙的令牌突然发出警告 青龙知道一定是有人闯过了生死海 他刚要赶过去 却被腾蛇抢先一步夺了他的令牌 板手将青龙关在了天牢里 你就在这里凉快着吧 生死海那边的事情我帮你出去 腾蛇来到天门发现闯过来的竟是私奉 腾蛇假装出手轻易的便将私奉制主 将他带了进去 他不明白私奉独自一人上来干嘛 私奉告诉他此行的目的 可腾蛇认为他这样太不冒险 想将他劝回去 可是私奉为了三界苍生也是为了玄机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试一试 面对追上来的青龙 腾蛇也不再废话 告诉私奉百灵就在前面的中天殿中 腾蛇回头将青龙拦住 私奉独自一人来到中天殿 可他刚一踏入大殿 便被法阵包裹 百灵看到私奉前来已然猜到了他此行的目的 可他根本不屑与妖魔交流 私奉面前的乃是中天阵恶文 自会灭杀一切非天界之人 不出片刻中就会让私奉灰飞烟命 可令百灵没有想到的是 私奉身上竟有天界仙缘 中天阵恶文自行消息 探查之下这才发现 原来他竟是陪着战神一起下界的 天帝之子西旋 不过西旋乃是妖族公主与天帝所生 当年妖魔族与天界爆发大战 妖族公主便背叛天界 跑回魔狱帮助修罗王一起攻打天界 百灵嘲讽私奉 当年他还是西旋之时 还知道退而必先 如今历劫时事 竟反过来帮助罗侯祭都一起攻打天界 果然妖族都是背信弃义之辈 私奉经过百灵提醒也想起了所有事情 他质问百灵 事情到了今天地步 他当真是对玄机对罗侯 对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无悔无愧吗 百灵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罗侯祭都 是他将罗侯祭都从一个试杀成性的羞辱 变成了天界战神 时事历劫也是他亲自下界引导他 只为给他一个向善的机会 可思奉却认为百灵此番行为 只是想让战神成为他的陪伴 帮他维护他的天界威望吧 所谓的修罗誓杀成性 也不过都是他的猜想 百灵仅仅是因为自己猜想变灭了修罗权 才导致现在无可挽回的地位 思奉劝百灵就此收手 既然他口口声声为了维护三界安危 那便不要再挑起战争 只要他很愿意跟罗侯祭都见上 他就会知道罗侯祭 并不是一个只知道毁天灭地的大魔 思奉跟百灵打不 若是罗侯祭都来到天界 还想打翻红蒙荣武毁灭三界 他便搭上姓名让罗侯跟他一起证明 可若百灵输了 他希望百灵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 百灵答应思奉让罗侯祭都来天界相见 思奉带着罗侯祭都跨过生死海前往天界 可不想却在半路遭到百灵的伏击 他先是派出凤凰干扰思奉的神 凤凰作为白鸟之王 他的叫声可以动穿思奉的五脏六腑 思奉拼命压制凤凰对他的干扰 可是前面又出现大批的天兵天将 不断射来的利剑 让思奉他们乱了手脚 眼看罗侯祭都有危险 思奉赶紧闪身挡在他的面前 帮他挡住了无数的利剑 两人一同掉入生死海中晕了过去 罗侯祭都脑海中回忆起 曾经在天界的所有经历 他想起自己化为战神 是百灵命令他屠灭修罗群 也想起是吴之奇将他引诱到不周山 让他看到了一切真相 战神杀上天界只为找百灵讨要一个说法 却被百灵以背叛天界的罪名将他拿下 罗侯祭都将私奉救了上来 罗侯祭都出手释放出无数的修罗王府 天上的镜子全部被这些亡魂冲的破碎开了 百灵虽然吃惊罗侯祭都强大的力量 可他并不惧怕 在天道法则的加持下 罗侯祭都就连他的本尊都找不到 又和谭将他打败 可罗侯祭都却有办法 他告诉百灵天道法则也是鸿蒙初开始定下的 只要他打翻鸿蒙熔炉 这天道法则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鸿蒙熔炉乃三戒指根本 其实你说找就找得到 是吗 玄机出手抓向虚空 鸿蒙熔炉慢慢浮现出来 百灵这次真的慌了 他想阻拦玄机 可现在的他根本不是玄机的对手 随着鸿蒙熔炉慢慢清醒 他本就没有暗 打翻鸿蒙熔炉彻底轨道天境 才是他想要的 还想要打翻鸿蒙熔炉却被私送拦下 吴之奇自从紫胡死后 就开始意志消沉 每日只是陪在紫胡墓前永久 众人找到吴之奇 劝说他一起前往昆仑山 可吴之奇现在却舍不得离开紫胡半户 他哪里都不想去 就算天地不灭也跟他没有关系 柳一欢告诉他 罗侯祭都一旦打翻鸿蒙熔炉 三戒中的一切都会消失 也包括他面前紫胡的坟墓 还有他想守护他 关于紫胡的一切回忆都会一起消失 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要前往昆仑山 他让吴之奇好好想想 他们明早就会出发 到了第二日众人等待在前面 还是没有看到吴之奇的身影 就在他们决定放弃等待的时候 吴之奇终于赶了 吴之奇吐槽他这辈子最后 就是认识了思奉跟玄姬两个大麻烦 为了思奉跟玄姬他 还是决定陪他们走 就在众人准备出发的时候 柳一又赶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做了很多对不起思奉的事情 可是他答应小银花会不思议 他希望可以一同前去昆仑山 他恳求众人可以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六师兄知道若玉所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因为元朗用他妹妹的生命作为威胁 没有办法他才去做 他答应若玉可以让他跟上 就这样一行人在吴之奇的待遇下 终于来到了昆仑山附近 可是想要到昆仑山必须先渡过面前的弱水河 不过这和跟普通河流可不一样 他没有一个福利 就连一片树叶都无法在棋上飘 不过吴之奇却有吧 吴之奇想要把柳一欢身上的一些羽毛做成困 这让最在意英俊潇洒外貌的柳一欢可不干了 最后还是若玉主动现身 将他身上的羽毛拔下做成了船 才让他们顺利过 可是上了山他们却又遇到大麻烦 守护此处的乃是传说中的九头神兽开明兽 只有过了这关才可以见到天 反说开明兽战立天下无双 定打肯定是打不过 不过吴之奇却是早有准 他拿出一盘烧鸡招呼众人一起失了 这可把开明兽给缠坏 眼看开明兽被缠的口水都流淡 吴之奇这才是一玲珑将烧鸡分给开明兽 好味道 再来点 有一欢几人纷纷将手中的鸡腿扔给开明兽 吴之奇见到有效连忙又放化出几盘美酒 分别人给开明兽的几个脑子 一直喝到酒足饭吧 作为老大的头颅突然反应过来 他还不知道这几个凡人是来干嘛 就喝了人家的酒 正所谓吃人嘴短之不麻烦了 看到老大都睡觉了 其他几个脑袋又纷纷打起不露 只有最小的老酒却哭得起开 刚才他根本没有喝到美酒 六师兄看到后连忙又拿出几瓶美酒送给他 喝得飘飘然的老酒 开始吹嘘他可是谦卑不醉 吴之奇看他已经喝醉了 开始套他的话 你们这看大门的都喝醉了 若是这时候有人偷进昆仑山可怎么办 老酒自傲的广式 没有他们的允许谁也不用进昆仑山 因为这开门的钥匙正是他们的尾巴 说着他还用尾巴将昆仑山大门打开 给吴之奇他们看 在吴之奇几人一声声的称赞中 老酒也顶不顾酒力心满意乎的睡眠 吴之奇几人连忙趁机进入昆仑山 天帝终于发话 他邀请几人上山与他见面 玲珑向天帝说明他们的来临 天帝知道所有事情 可他并不打算出手干预此事 他只是看着面前的棋盘继续下棋 他告诉玲珑玄机那是他们的机缘与自己不关 此刻他的机缘只是解开前面的棋盘 他执黑子而此刻棋盘上却是白子 说明他的机缘并没有到来 玲珑看劝不动他 愤怒之下他出手将棋盘毁 白子全部变成黑子 也许是我陷入局中而不自知 而你这丫头跳出局外 这才是大道正解 罗侯继都想要打翻鸿蒙熔炉 却被私伏 这让罗侯继都有些惊讶 天帝幻化出来 又让百灵看到如果当初他不斩杀罗侯继都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当年罗侯继都已经成功劝说修罗王退兵 可却因为百灵谋害罗侯继都 致使无人向修罗大军传递撤退命令 最终才导致大战不断 而他更是将罗侯继都改造成战神 屠灭修罗全体 天帝告诉百灵要不是他想掌控战神 战神也早就杜劫成功归来 百灵看到这些 他这才发现好像真的是他 他一直以为生了心魔的是罗侯继 殊不知真正有心魔的其实是他自己 是他将天界看得太重 他口口声声为了三界 其实他真正守护的只是他心中天界荣耀吧 既然众生平等 又何来天界为尊其他两界为悲呢 百灵终于知道自己的过程 他恳请天帝能够指点他离不过一 可天帝却告诉他已经晚了 当年他早就提醒过百灵 可他却不经劝告执意而无 百灵自知最后 他看着众人一一在他面前消失 最后就连斯凤也化为光芒消散 罗侯继都不经意间留下一滴眼 执意回到鸿蒙熔炉 你看到将是现实 元朗出手打赃鸿蒙熔炉 斯凤反应过来 赶紧上前将即将轻负的鸿蒙熔炉拖住 面对这个屡次打乱自己计划的家伙 元朗真是恨透了他 斯凤为了保住鸿蒙熔炉 被元朗一箭刺穿心脉 罗侯继都看到斯凤身受重伤 他的神色终于有变化 他将元朗身形并住 然后飞向斯凤 罗侯继都幻化出玄机的门 将斯凤抱在白中 斯凤很欣慰能够在最后时 还能看到玄机关心他的样子 这样他就知道 玄机并非是那个冷血无情的罗侯继 玄机想为斯凤治疗伤势 可却被斯凤阻止 刚才元朗的剑已经刺穿了他的心脉 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希望玄机能够帮他守护三剑 只有这样 在他死了以后 至少还可以留下他跟玄机在一起时的美好记忆 眼看斯凤闭上了双眼 玄机的情感终于爆发 头上的修罗印记消散 玄机终于彻底回来了 元朗正突束缚再次冲向鸿蒙熔炉 玄机将他抓住 你杀了我母亲 杀了斯凤 金氏 我要你死 若玉双剑一同刺入元朗的身体 元朗控制他的妹妹 逼他做了那么多的措施 最终他的妹妹还是被元朗害死 元朗害他失去亲人朋友 小银花也因他而死 这一次他要亲手将元朗杀死 元朗筹划千年 只差最后一步就可以完成他的大业 他已经彻底癫狂了 元朗拼尽最后力气 将若玉打落下去 随后一剑将鸿蒙熔炉打翻 玄机看到鸿蒙熔炉即将轻浮 他拼尽全力将其托住 在天地帮助下 鸿蒙熔炉终于重回正部 可是斯凤已经彻底没了生机 百灵看到这一切 他现在终于知道他错的也不彻 百灵跪到玄机面前 他希望玄机能够将他杀死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获得一丝的心爱 可玄机已经不想再理任何事情 罗侯嫉妒幻化出来 这次他没有再控制玄机 他走到玄机两人面前 罗侯嫉妒轻轻抚过斯凤的伤口 落水之盼他们还有一杯酒没有饮来 他希望百灵能够喝下这最后一杯 来结束他们千年的恩怨 百灵欣然接受喝下这杯酒 随后两人一同化为光芒 慢慢地消散在天地之间 鸿蒙熔炉也重新归位 但是斯凤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表 玄机恳请天地救救斯凤 可天地却告诉他已经不用他出手了 因为就在刚才罗侯嫉妒辅过他的伤口时候 已经将他的琉璃心种到了斯凤堂内 这颗琉璃心已经重生血流 足以护得斯凤安全 可至于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那就要看他的造化 柳一欢冲上前来恳请天地 放过他的女儿 之前四圣兽为了逼迫他交出天意 将他的女儿抓了起来 你和玉儿还有妇女之原位 她正在家中等你 好 吴知其冲了上来 紫胡为他而死 他之前带着众人前往昆仑山 也算有功 他恳请天地能够救救紫胡 天地告诉吴知其 再有半日紫胡就要喝下望川水重新历解 吴知其得知紫胡就在望川 他连忙叩谢天地赶了过去 紫胡站在望川门前 正准备喝下望川水 吴知其终于赶了过来 小狐 吴知其终于找到了紫胡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吴知其发誓他再也不会离开紫胡 就算是下凡杜劫 他也要跟紫胡在一起 玄机带着斯凤回到他们曾经居住的小屋 每日照顾斯凤的起居 也过起了平淡的生活 玄机一直盼望着斯凤能够醒来的一天 一天晚上玄机采完鲜花糊到房间 却发现斯凤不见了踪影 他连忙追出去寻找 玄机 斯凤终于醒了过来 这次他要光明正大的前往少阳迎娶玄机 他要送给玄机天上地下最为伦重 斯凤与玄机一起叩拜天地 拜别父母 两人一起来到门口 斯凤挥手照出他们的花孔 在满天的金石神鸟的围绕下 他抱起玄机一同坐着 玄机 你也抱一抱 宝宝 我当然要来了 就咱们上菜了